6月2日,董雨辉完整直播回放 Cathrina 哦,一个一个 Joanna 哦,不是花语 Catherine 对,Catherine 还有一个紫罗兰照怎么来着 忘了,也是一个花语的名字 还有一个女孩子 是奶香四季的乳制品专场 然后我们在乳制品奶香之前来讲花香 哦,好浪漫的排品 先生家里平满花香 对 然后在牛奶聚会 对吧 哦 就是你可能在一个睡醒的早晨 看到桌子上有个花 然后清晨的阳光晒进来 那个花正在绽放 然后你于是就有个突然想要 好好吃一顿早餐的愿望 对 然后才想起 我买的牛奶还没喝呢 莫能焦虑啊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场白说 你是怎么醒的 闻着花香醒的 哎呀 是吧 我不是闹钟叫醒的 明天早上就说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你这看是昨晚失眠到现在的 对啊 可不吧 一大早起来就是 对吧 就开始了 哪有人一大早起来这样折磨自己的呢 可不吧 这就是昨晚开始疯的 昨晚开始疯的 那很适合买这个 因为这花瓣多 哎呀 就是慢慢掰 虽然九块九 两渣朋友们 他爱我他不爱我 你慢慢数 今天上班 你看中间这个花瓣 他能折一晚上 哎呀 是吧 还得很精细 一半一半的折 真能折很久呢 是 而且像厨局给大家带感受 就是干净呀美好呀 所以你把它放到你家里的某个角落 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 但是你回到家 打开家门那一刻看到他 你会觉得说 哎呀人间还是值得啊 我们以前在西安工作的时候 校区上班 做班那个校区在体育场 西安的朋友都知道啊 南尔环那个体育场 然后当时回家呢 要走到接近太白离礁那 所以中间必须经过的一个地方 就是花卉市场 你知道早上走过一整个花卉市场啊 但是路上也有很多他们捡的花的叶子呀 还有很多花觉得不归整不漂亮 就直接就扔那了 踩在一整条路上都是松软的叶子 花的茎盖 花瓣以及花 然后两边全是大的桶 在桶里放满了花 一路过去 花香四溢 然后各种颜色 各种花的类型 真相绽放 而且因为上班 早上九点就要到嘛 你看那会早上是能起来的 然后 现在不行 现在就是 哎呀 年龄大的 然后呢就是你看着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花 然后他们会 上面喷些水 阳光照在那水滴上 突然会 直射出你一出光进人的眼睛力 这就会吸引你 有时候晚上回去很晚的花人还在那收拾 对 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开一家花店 花店 我也有这样的梦想 你就趁早打消了 趁早打消 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浪漫 他就是每天呢 花的水 也搬又搬 那桶拉又拉不动 一弄还又搬一脚 然后下雨天花又折回去 一会儿那杆不拿出来又臭了 哎呀 一会儿要换水又要捡 反正就是纯体力花 行了我的梦想破灭了 纯体力花 对对吧 然后到最后也卖不了到钱 也卖不了 一年最能挣钱的几个时间 第一个是过年那几年 最后就是用他来说 继续干 不干了 继续干 不干了 说对吧 房东来了 说你房租交不掉 哎呀痛啊 第二是情人节 情人节 七夕节 还有那个 母亲节 母亲节 再还有一个重要就是春节 因为好多是春节 钱装装饰 想给家里打扫房子 装饰花 就那一段时间花卖也好 啥时间花是长 我看也一般吧 反正每天我是晚上回去下班 我有心情 早上去上班我总共能拿 或者拿到公司吧 早上来问我说 这时候多钱 二叔晚上回来呢 十三 十三 腰斩 我真的 腰斩 是 就十三了 血淋淋的事实确实是这样啊 而且你是云南的呀 基本上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鲜花 都是从云南来的 是啊 我的骄傲啊 是昏迷来的 百合朋友们 百年好合 百事合意啊 然后三十九块九 到手的话五支 但它意志上 它会有两个花 所以其实咱到手的话 其实是有十十多的啊 对 以前我们宋老师那是宋百合 宋老师啊 嗯 除菊和百合相比 向日葵有一个优点 就是向日葵这个杆 特别容易烂 就你放在水里 哪怕你一直换水 几天你看 它现在处于一个半透明状态 它现在其实已经有点臭味了 嗯 它已经有点臭味 然后这个水你得尽快换 你看 导演给个特写 你发现这个水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半浑浊状态 说明我们这花插里头已经两天 至少两到三天没换过了 对 记得停换水 刚到的 刚到的是吧 花刚到 那是花在路上就已经烂了 对 就是和大家分享 确实你在网上购买花以后啊 回家以后借着醒花 你找一个比较大的 深的一些桶 然后呢 下面大家可以斜着45度角剪出来 让它先吸收一下水分 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后 它其实整体状态会更好 对 嗯 嗯 因为很多朋友前一段时间我看 在我们评论区发那个自己家里买的 勺药 诶 特别的漂亮 我也买了 是吧 特别美 哎呀我当时就想我妈妈特别 现在特别喜欢花 早些年都没发现她有那么多爱好 这两年呢我们这工作了 她有很多困业实践的院子里这个种勺药 到冬天呢 她得把那搬回去 北方的冬天户外零下十度 就冻死了 嗯 这各种各样的花 现人掌也能开出花来 就就你觉得如此粗糙 嗯 然后丑陋上面长满了刺的植物 嗯 她也能开出花来 铁汉也柔情 哎呀铁汉柔情 真的是铁出开花 只要你认真地对待她 到冬天呢 一盘一盘全部又搬回去 因为冬天呢 我们家里用那个富豪梅炉子取暖 它至少不至于冻坏 农村哪有暖气啊 嗯 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暖气 是这样是吧 哎呀何物是肉迷的我 哎呀那不至于不至于 城市里还是有暖气 先先先吧 鲜花还有啊 花点时间感受浪漫 开门的鲜花 一块咱别丢啊 以后你别放在办公室去 或者放咱工位上 让花香再时间长一点 不会还缓吧 可以放其他地方 因为我这个鼻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是这样 哈哈哈 你可以带个口罩 然后以后说 何必呢 上一次啊 上一次那个谁 池老师来 你记得那一次 就是咱这刚装也好 池老师那次带着这个 黑龙江的一些 企业家来 还有朋友来 然后来的时候 他去我办公室转了一圈 嗯 做的时候雨晖 把那个瓶搬出去 我说咋了 他真的都不知道 那个花粉容易鼻子过敏的 你不是用鼻炎蒙 太细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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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然后一直疯狂 导演找个小黑板 在这里 在这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平常买到的这一类牛奶 它都是国标25190 OK 当然在牛乳这块还有一个 就是我的意思 除了酸奶外 还有一个25191 那个里头可能就是有添加 嗯 这个是国标25190 嗯 就只要是执行同一个国标 其实他们在均落总数 基本是一样的 嗯 因为这是同一个国标的要求 嗯 然后我们现在大部分能买到的几个 第一种呢 早些年 大家小时候印象 对于这个柯底奶非常好喝啊 对 很多人就是第一个 它性价比很高 第二个它口感又很好 然后第三个小袋喝起来又没有负担 一顿就能喝完 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喜欢 可以重复想 而且是属于一次一道 然后它是个短保的一个牛奶朋友们 它保质期36天所以更鲜 它不会放那么多的防腐气 配料表就是生牛乳三个字啊 嗯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有个印象 家里条件好一点的 妈妈给你订那种鲜奶 对 早上送来放门口盒子里 那时候叫鲜牛奶 嗯 记得吧 对 后来你是不是很少听鲜奶这种说法 哎 是 因为曾经有过一个 颁布一个条例不允许说鲜 不允许拿鲜放的牛奶名字里头 虽然后来那个不了了之了 但是曾经是有过的 所以现在大家买到的牛奶 基本上常见的就是 根据它的呃 保存方式加工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低温灭菌乳 低温灭菌乳 这个低温是多低温的 就是之前给大家所讲过的 巴士消毒法 嗯 巴士消毒 就是那个法国那个巴斯德 对 他也发明了疫苗等等 他对于微生物史或者人类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嗯 然后这种基本上有时候就是65到75度左右 啊 65度摄氏度到70摄氏度左右 然后 他能杀灭去绝大多数的有害菌 但是无法杀灭所有细菌 嗯 所以这个消灭完的之后 其实他里头还有细菌 所以这时候牛奶的保质期不会太长 嗯 所以这时候一般情况大家可能就看7到10天的保质期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特点第一个是短保 但是同时也因为没有经过超高温 所以他的风味比较好 嗯 然后他里头的营养价值暴力比较全 有很多东西不能进高温 比如说牛奶里头如果含维生素B的话 对 那他是非常怕高温的 那高温一灭灭没了 对 对 所以这类奶第一个特点是短保 第二个是营养上 通常来说更好喝 营养更全 然后第三个呢 因为保存的要求比较高 全程都得冷链输啊 然后第二个 因为他又整体来说 可能很多时候卖不完 没放几天就过去 没放几天就过去 浪费了 浪费 就是他这款产品的长期来说 浪费的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他相对来说也高价 损耗率很高就是 损耗率高 他运行经营成本高 所以这是大家小时候长选 你们小时候喝那个鲜牛奶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低温灭菌汁 老好喝的 当然呢 那个时候牛奶 大家印象是不是很贵啊 对对对 牛奶贵 所以你想所有家庭喝牛奶 像现在这个样子喝牛奶 是做不到的 所以牛奶行业 后来大家也知道 在2010年 我们颁了一个新的牛奶条例 当然那个当时也引起了社会上 大密集的讨论 因为在一些菌豆总数 和蛋白质的含量上 其实是还不如旧的版本 然后 但是那个基础之后呢 更多的一种奶就开始流通了 就是大家现在所买的这种 叫做超高温灭菌乳 只有5000单 只有5000单自己拍啊 5000单 我先给你做一点科普 然后后面再给你 15块指毛钱16道 来自于科底 今天河南上办得非常好 对 超高温灭菌乳 它一般可以达到多少度 甚至可以到130度到140度 甚至145度都可以 就是用这么高的温度去杀菌 所以这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细菌上的干干净净 那细菌上的干干净净 那一些营养也会在高温之下 很减耗的 所以这时候它的特点就是 保质性很长 一般程度在多少程度内 180天 6个月 甚至360天 我们喝的量会是这种 对 咱喝最多 但这种奶 它大大的降低了奶的成本 你要说它有优点没有 有 优点就是降低了奶的成本 确实 都能喝上奶 对 然后这时候它有优点 比如第一个 藏宝 然后第二个 相对来说 营养没有那么全的 因为它确实有营养有破坏 但是最主要的 比如说蛋白质 它是在的 比如说钙 它也在 然后再比如说脂肪 它也在 然后再接下来 它就是非常的平价 然后让牛奶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我们最常买到的 大概就是这两种 然后在这两种之外 这中间还有一种 还有一个中间的 叫做高温灭菌炉 不是很高温 你看 它肯定是高于65度 或者75度 它又低于130度和145度 中间有个高温灭菌炉 这一类奶一般的地方 它的保质期大概是21天 29天 30天 我说不是酸奶 就是液体奶 就是它了 这个大概率就是这种奶 对 这款保质期是36天 朋友们 而且19块9 到会16包 你看验证了 你看给个金锦 叫做全脂灭菌炉 就跟第二个是一样的 对 然后它的特点呢 就是第一个 那你要说营养 纯拼营养它没有上面全 但你要说纯拼价钱呢 它比下面 就贵一点点 好像是贵一点点 它就处于中间 就是价格呢 能接受 按照现在绝大成为消费水平 是非常能接受的 然后营养上 比下面这个车也好一点 OK 对 它就取了一个中间值 这是我们现在牛奶能常买到的 然后牛奶上大家买到的 基本上现在标准都是国标 25190GB OK 这是2010年的国标 一直到现在还在执行 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啊 喝出了奶的这个故事 对 很多孩子如果鸟喝奶 你可以选择一下 还比较便宜的科迪的 科迪牛奶 科迪牛奶第一个特点就是 大家知道它是河南一个当地的老品牌 然后呢 韧口度很高 然后它其实历史也比较久 然后更为人大家所喜欢的 其实是牛奶的风味 那牛奶的风味有什么决定呢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 第一个牛奶的脂肪含量 嗯 就是里头大家 有的人很介意脂肪 但是请你别忘了 国家标准制定里头的营养元素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脂肪 这个脂肪到3.7克了发现没 这就是全脂 全脂一般都是3.5以上 还有4的脂肪含量 那就更好喝了 通常来说脂肪含量越高 奶越好喝 越香 因为越香啊 香就是脂肪的味道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蛋白质 你看是3.2克 其实基本上满足 国标往上一点啊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这个盖 是100毫克 特别鲜 挺好喝的 谭笑间已经没了 谭笑间已经没了 是吧 它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 主要这个比较方便 然后你也不用放冰箱 因为小点空间不够 和斯坦的奶圆 说我很原始 它也很原始 你看也是拿一颗 这奶的喝都是这样子 对啊 你看方便 它袋不会很硬 拿一颗就行 有奶的香味 大家知道这个奶香味 很多时候是什么决定的 就是里头的脂肪 就是我们现在喝那种奶啊 比如先从牛奶奶厂 奶上挤出来 然后4摄氏度低温运输到 奶的工厂 嗯 然后这时候一灭菌 就灌装进去的 对吧 不是 它其实中间要经过一个 另外一个步骤 牛奶需要还有 大家自己拍 可以的 换下一个是吧 不影响你把它放这 我一会再给它整起过一下 4.0 你发现这个4.0 OK我马上就说 比如说这个4.0的乳蛋白 通常情况下 刚挤出来牛奶 要到这个蛋白含量 是不太现实的呢 嗯 所以现在基本上要实现高蛋白 有几种常见的方法 第一种 就是用大家在厨房 装那个净水器里头 一样的方法 R膜反渗透 一过滤 因为水比较细就出来了 蛋白分子比较大 就隔在里头了 所以相当于比如说 你用一个滤网 把稠的过滤在里头了 吸的流出来了 嗯 因为牛奶中80%多都是水嘛 所以水流的越多 它就蛋白含量越高 嗯 那当然价钱也高 因为成本高的 嗯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也可以用闪蒸技术 就是让它在 比如说高压情况下 已经沸腾了 突然放低压 然后水大量 以水蒸器的形式就蒸发了 啊 然后这两种呢 就R膜一般情况下 它不用经历高温 所以对这个奶的味道 破坏的比较少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同一瓶奶啊 同一瓶牛的同一瓶奶 它在不同的时间 甚至不同的饲料 温养情况下 它的脂肪含量都不一样 嗯 所以不是直接拉回来就那啥 它用一个高速的转的分离器 把奶里头的脂肪全部先分离出来 对 离心了 先离心全部分离出来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脱脂奶最便宜 因为脂肪没了 对直接甩出来就是脱脂奶 嗯 然后这时候你喝的时候 它再把脂肪通过细管 把大颗粒脂肪 跟压缩上小颗粒脂肪再加进去 什么都不加 什么脂肪都不加的就是脱脂奶 加1%到2%的那就是低脂奶 然后加3%以上就是高脂奶 嗯 就是全脂奶 所以这个脂肪是二次再加进去的 不是一开始挤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奶一般来煮的时候 奶瓶比较少 嗯 就是我们日常喝这种奶奶瓶比较少 你发现牛身上直接挤出来 那奶瓶为啥多呢 就是对于脂肪进行了处理 对 但是标准化 它主要是为了标准 对 每一批次是稳定嘛 所以你喝奶瓶可以用老牌子的更稳定 是 牛奶开会真好 哎呀 饱饱的下播 饱饱的下播了 哎呀 丰富来 还拿着西瓜 满载而归走 恭喜你们啊 本来是把中间最甜的一条给你的 没有忍住了 别客气 没吃呢 那一块留着了 你们俩吃这个 我一会儿吃那个 行 好 那我们就下播了 对我把这个盒子放这儿 我一会儿要总结一下 所以我把这个先放这儿啊 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3.2 钙含量是100毫克 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口感上确实好 所以对于那些不爱喝 买再多孩子也不喝的 嗯 你拍他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是4.0克的乳蛋白 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 那牛奶的最主要的营养就是蛋白质 再加上钙是130毫克 所以这个从营养价值上来说 它是震惊的高 你看蛋白质是4.0克 发现没 钙是130毫克了 都130毫克了 OK 我们通常买的钙就是100毫克 高一点110 再高一点120 这个已经130了 所以这款奶就是从营养价值上来说 令人震惊的一款奶 它肯定是超高温滅菌的 因为它的保质期是 多长时间 我记得是六个月还是一年是吧 六个月 六个月 对 然后生产日期是4月份 生产日期是4月份 它保质期有6个月 我还没找到它保质期在那 生产日期是4月 然后下面写的再写个10月 这就应该是它的保质期到的那个时间 对吧 OK 然后这个奶呢 因为刚才给大家讲的 第一个它蛋白质含量超高 第二个它钙含量也超高 然后第三个大家看一下 它脂肪含量是3.8克 就是它脂肪含量也高 所以这个奶就是营养特别高 就是我们如果以单纯的钙 蛋白和脂肪这三点来说牛奶的营养的话 不说其他那些 那这个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牛奶 对它876个月 一箱24瓶 所以家里如果是有学生的话 它适合买这个 再一个家里有老人的话 它适合买这个 因为同样喝一罐 它的营养是更丰富的 84.9 算下来一罐是大概到钱 答应你算一下 好马上 84.9 除以24是吧 那就是85了 84.5 除以24 3.5毛4分 3.5毛4分 这是这个牛奶的特点 刚给大家讲的 它是肯定是超高温灭菌乳 然后欧德宝它好像说奶源是 它这个奶源是国内的奶还是国外的奶 非常值得推荐啊 然后我也给大家讲 有的朋友说我给家里老人买 你老师你是不是说八十消毒的那种奶更好喝 你也看你老人的习惯 有的老人 大部分老人他是喜欢 他不喝凉的奶 他要把奶放锅里煮一下 煮热了 煮开了才喝 全程低温冷藏保存 就是为了保证营养 结果他放锅里一把给你煮开了 那你低温保存的有啥意义 你还不如直接买这种 性价比还高 理解我意思吧 就如果你喝奶的习惯是把它放微波炉里给你盯热了 或者放奶锅里给你煮开 你就不要买低温的那种八十绵菌奶 因为没有意义 他一路给你低温保存保存保存 结果你放锅里一把煮开了 把那维生素B啥的都破坏干干净净了 中国去的奶源 中国去的奶源 好 明白那他性价比非常高了 对 而且一瓶3块5 这一瓶有250 200多少毫升 200毫升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这一块奶 他就是单纯从营养上来说 他可以超过你在市场上 能买到的绝大多数的牛奶了 然后再下来是安家 安家可能大家非常熟知的 就是安家的黄油 安家的牛奶也特别好 大家接下来再看 他的蛋白 他已经到高蛋白牛奶 他可以达到4.4克 就比刚才这个欧德宝还高 高到令人震惊了 你看 他的蛋白质含量是4.4克 发现了没 然后他的 钙含量是135 他比刚这个还高啊 刚这个是130 他是135好 然后他的脂肪呢是3.3 其实脂肪还好 他就体现在了高蛋白高钙 那像这种牛奶 而且你同时看 他的配料只有生牛乳 发现了没 那这种是怎么实现 要么奶源 就是牛奶产出来的蛋白含量就高 第二个 要么他就是用闪蒸了 或者是RM过滤了 总之呢 他降低了水分的比例 同时就可以保证 蛋白和钙的含量不断的增加 所以像这两款啊 都是特别推荐 就是本身喝奶 他也没有说一次 我就喝很多 但是呢 你又想让他补蛋白 你又想让他补钙 这两个就特别好 都特别好啊 当然这个实质求是 从配料表上来看 这个的蛋白含量会更高 OK 刚说了 如果你喝奶的习惯 是每次把奶都烧开了 你就别买那巴士沙菌的奶 那一瓶成本高那么多 你好不容易买回去 结果你奶锅里一把煮开了 那你低温保存的意义是啥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别人想要保持个维生素 别人生吃出菜 结果一路新鲜送到家 结果你把那火锅里给涮了 给爆炒了 还炖了 那破坏完了 就一样的意思 理解我吧 这是这款啊 安家的 然后一罐是250毫升 所以这个量还比较大 就非常适合家庭使用的 99块钱24支 你按100除以24是多少 一个就是4块钱是吧 4块1毛3 4块1毛3 我能不能找个纸 我写在上面 这样大家 4块1毛3 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价钱啊 这是它单单罐的价钱 然后刚才算这个单罐价钱是多少 3块5毛4 3块5毛4 你再给我找个黑板妹妹 这个是 好好好 那我们就按照刚才这个算出来的 高蛋白 我们这所说的高蛋白相对来说 肯定是要大于等于3.6了 因为现在国内 之前大家知道 国内比较熟悉的几个厂家 然后他们所宣称的高蛋白 基本就是3.6 那高于3.6的肯定是 蛋白含量更高了吧 这里头现在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就是 刚才说这个 欧德宝 OK 就是直接比营养数据啊 欧德宝它的蛋白质 然后钙 还有脂肪 再单价 单价 就是每一罐啊 它的蛋白质是4.0 对吧 然后钙是多少 钙是130毫克 这说的都是每100毫升中 然后脂肪是 脂肪是3.8我记得是 脂肪是3.8没问题 然后这个单价刚才算一下是3.54 然后是每 200 200毫升 OK OK 然后刚才这个安家啊 再看一下下一个是安家 就是这俩都属于蛋白含量特别高 它的蛋白含量已经到4.4克 每100毫升 然后钙是135毫克 它更高了啊 然后脂肪含量 它的脂肪含量是偏低的 只有3.3 然后它的单价算下 刚才是多少钱来着 4块1毛3 然后每250毫升 OK 所以这俩按照现在大家通常能买到的标准来说 都是非常高蛋白非常高钙 然后非常高的营养含量的啊 需要的朋友自己拍 来下一个吃啊 而且它这一箱里头有24盒 你可以喝一段时间的 对吧 尤其像那种全家都喜欢喝的 然后呢日常要用的 或者你是对于给老家的父母买 给老家的父母买就建议买这个 为啥 因为很多老人喝牛奶的习惯就是他要把那种热 我刚说了 如果他要习惯就是把奶煮热煮沸腾 那你就别给他买那种什么巴士杀菌乳 因为全程冷炼 结果好不容易送到家 花那么高的成本 锅里一煮煮啥都没了 24罐还能喝的时间酒 一罐250毫升 足够团用了啊 别急着换下个 我把这些先给他讲完 然后下一个是 纽诗兰这个也介绍了非常久非常久 因为大家也都很喜欢了啊 很熟悉的品牌 纽诗兰这个好像是进口奶源对吧 我记得说是 纽诗兰说是 你得查证一下 有的那种好像是 说是国外品牌 其实是 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 但是在国外经营 然后再把奶 但奶源是国外的 很多那种 有几个品牌 大家可能以前听过他们的故事 纽诗兰这个的蛋白质是4.0克的 4.0克的乳蛋白 然后 钙是122 哎呀你看 给你扒的干干净净 脂肪 脂肪是4.0 所以这个奶应该会喝着香 因为它脂肪含量是 这三个里头最高的 然后它算下来单价是多少呀 97 97除以多少 97除以多少 97除以24是吧 4.04 本来就是4块钱 4.04分 然后这一盒是多少 250毫升 250毫升 250毫升啊 250毫升 这是纽诗兰的 OK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说 就这这俩的蛋白质都很高啊 这几个蛋白质都很高 嗯 OK 然后关于脂肪含量这块 我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啊 小孩不用介意脂肪含量 就你家的孩子 只要没有医学诊断的时候 孩子已经过度肥胖的情况下 你都不用担心给孩子脂肪含量 OK 脂肪含量 就牛奶里头这点脂肪含量 你不用担心的 纽诗兰的 这个 我们有两款 这个是 这个是承认款 和儿童 3块7的那个 3块7的那个 就是这个吗 对对对 承认款就是4款 3块7 承认款是3块7 算了是那个儿童 好 那这个性价比高啊 那欧道报也挺高的呀 但它是250毫升是吧 OK 需要朋友自己拍啊 然后它除了有刚才这个全脂的 这个已经是4.0克的脂肪了 所以它喝着肯定香 肯定香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是low fat 它属于低脂 你看低脂里头的脂肪含量 就成1.4克了 发现吧 所以我刚给大家讲 大部分低脂就是1到2之间的脂肪含量 高脂就是3以上 脂肪含量啊 脂肪含量也是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 你不要 对脂肪产生一种 主观的毫无根据的一种抵触 没必要啊 因为我们人身身体是需要的 生活也是需要的 离开了脂肪 人的生活将索然无为 吃什么都不香 这个也一样 蛋白质是4.0克 然后钙是122毫克 那就一样 其他除了脂肪以外都一样啊 这个 纽士兰 OK 纽士兰也是 这一箱算下来是24瓶 对吧 对 189乘以20多少 你如果买两箱 我看贩还很便宜 89就90 90乘以2 那就相当于180了 但这个两箱是168 对吧 如果按两箱买全纸 我用168除以 你刚说的三块多 是不是按两箱算的呀 算一箱的 你算一箱 那两箱更便宜 如果用168除以48 对吧 那一块是3块5啊 当然我是按两箱算的啊 我按两箱算 就是纽士兰 如果你一次买两箱 它的价钱是168 而且是包摇到家 这样你除以48盒 算下来一盒是3块5 但是今天我们买的话 还有平台券 还有平台券 更优惠 我说券轰143 这么便宜吗 是的哥 等一下我再给你算 143除以48 除以48 哎呀2块9啊 2块9毛7啊 所以今天买你们算 真的好划算 2块9毛7 当然我这就备注一下 买两箱 用券啊 对用券啊 现在有平台普切券 现在有2块9毛8了 用券券咋些 coupon coupon 券 券咋些 对对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OK 这个是说到的 纽诗兰这儿啊 如果你的手机显示 用完券 刚才有朋友说是143 那你就买这个 直接买两箱 然后用券 算下来一罐是2块9毛7 不到3块钱的价钱 买到的已经是4.0克乳蛋白 122毫克的钙 4.0的脂肪 这个价钱已经非常划算了啊 需要彭自己拍 那那留上 留上 留上一下吧 留这儿 OK 不要都拿走了 因为我一会儿万一还要总结一下 对 这个是德亚A2 beta烙蛋白的全脂牛奶 原产国新西兰 就是牛奶可能是来自于新西兰 德亚的这个牛奶也是 品质很好 然后大家可能所熟知的是 国内你们常常在一些快餐店或者是咖啡店买的牛奶 就是他 很多国内连锁的那种快餐店和咖啡店的厨房用的就是他的牛奶 然后黄油用的是安家的黄油 然后我看下这个一箱是79块9 那就是80 80除以24 3块3毛3 然后这个的钙 这个蛋白质就成为3.5了 因为我们刚定的标准是3.6对吧 那他就不属于3.6 你再给我一个黑板 他是3.5克的乳蛋白 然后钙是120毫克 它的钙含量是非常高的 然后算下的一罐是3.3毛3 你要按这个算 今天纽诗兰真的 人家 是吧 竟成为全场人家 需要的话 真的买两箱更划算 但是我们也知道牛奶方面不能单独的拼 你把那给我放这我一会去 方便 不能单独拼营养成分 也得拼口感 所以如果说您以前家里就在喝德亚 然后喝习惯了 那您就直接买就行 它的价钱今天肯定也是非常实惠的 好 德亚 然后它的蛋白质是3.5克 我们都说的是每100毫升中 这个是蛋白 然后它的钙是120毫克 它的脂肪是3.4克 然后它的单价算下来79块9 那这个能有券吗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券就他们商家没有参加那个活动对吧 对 有朋友问那个券怎么领啊 你要用普通版的斗音 普通版不用领 你直接下单的时候就有 好像人自己就扣 可以写了券后加牙坏 你只需要 当然也看有的朋友是不是他把券 如果买其他已经用了 他就没券来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看这是刚才那个牛士兰的 你看它这就显示了这个满50-10的券 你这个券都没有他们的优惠 他们的都减了143了都 他们的券好像比你的券还猛 他减了15 我看一下 两箱 哎 153 你这还是153 所以你还没有他们的券猛 所以这个券可能到每个人手上不一样 因为可能抖音给了你好多张券 你如果前两天买的时候 买乳品的时候可能已经用过了 啊 啊 你这又称143 那我刚支付的时候先 啊 你直接选两箱就行 是吧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在这里头 直接在这选择两箱 你看 一箱84 两箱直接成了 炫厚143了 发现没 然后你直接加入购物车就行 纽石兰的这款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是的 嗯 它算下来 这个德亚算下来 79块9除以24 一贯是多少 3块3毛3 3块3毛3 这一盒是250毫升啊 ok 德亚的 需要碰自己拍啊 然后这一箱也是24盒 所以对于日常来说 这些就是属于刚才给大家前面科普所讲到的那种超高温灭菌乳了 因为超高温灭菌乳 所以呢 它里头对大家来说真正现在能有用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钙和脂肪 啊 就是在以超高温灭菌乳来说 他们只跟他们自己做比较 那这时候他们之间就是比蛋白质钙和脂肪的含量 然后看谁的性价比更高 就买谁 因为只要是符合国标的 基本上它在安全性省都一样 来这个是猛牛的特伦苏 这个3.5差0.1 猛牛的特伦苏 这个一个是猛牛的特伦苏 还有一个是叫啥来着 反正就是那几款牛奶 早些年 记得我们在小时候 当时一度在广告上每天刷到就占领了我们的心智 当时好像给我们定了一个客户心智就是好牛奶就是3.6可 但你现在看通过R5它是4.0可 甚至4.4可能实现 这个是猛牛 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是3.6克的蛋白 然后脂肪它的脂肪含量很高 它的脂肪含量是4.4可的已经 它的脂肪含量是4.4可 然后它的钙含量是120毫克 然后它的价钱算下是多少 112除以36 3块3毛3 也是3块3毛3 然后咱是4月份的生产日期 4月份的生产日期 那你算一下 其实刚才如果这样来比的话 刚才你看 德亚也是3块3毛3 算下的一贯 然后德亚的钙是3.5 这个3.6 然后钙都一样 然后脂肪的德亚是3.4克 猛牛的是4.4克 就是你猛牛这个牛奶 因为它脂肪含量更高 所以可能喝起来口感成会 香味来说更香一点 因为香味来自于脂肪 这个实实就是 大家可能高中课程都学过的一个 一个尝试 特伦酥 当然这个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熟悉的品牌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买东西送别人的话 你不需要解释 给大家知道这个牛奶品质还可以 好 特伦酥的牛奶啊 下一个需要鹏自己拍吧 下一个牛奶是任养一头牛了 有朋友说喝牛奶肚子胀气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乳糖不耐受 就是你身体里头没有这个乳糖 这个很正常 如果是孩子喝 没事你让他一次喝一点点 经常喝经常喝 喝着喝着他就习惯了 真的 你的人体是会适应的 但你要说老人 那你就放过他吧 他身体不需要这时候再去适应 你就直接给他买羊奶不就行了吗 或者给他买那种 那个啥的 我们一会儿还有给大家找那个 好像是有其他的 就是他乳糖能够得到 Air beta那个应该你可以试试 但是那个根据人来看 有的人反应说他买了那个之后 喝了肠胃没有反应 但仍然有人会反应他有反应 有奶 羊奶粉 你可以给他试试羊奶粉 或者羊奶也行 然后任养一头牛 这个也是纯牛奶 对吧 这个的蛋白含量是3.3克 它就是标准的这种牛奶了 就是我们按照3.6画个区间吧 这个是任养一头牛的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3.3克 然后钙的话是120毫克 然后脂肪的话是3.6 哇这个脂肪含量还可以 3.6克 其实脂肪含量就是看你给里头加多少 实际求是 它们最大的区别最后形成就是在口味上的区别 所以为什么每个牛奶可能有自己固定的这个喜欢的群体呢 就是因为它们风味不一样 第一个是奶源不一样 第二就是在注入脂肪的时候注入的多少不太一样 嗯 然后这个算下来多钱 79块9就是80 80除以30盒 2块6毛6 2块6毛 2块6毛6 然后这一盒是200毫升 生产日期也是今年的4月份 4月份的生产日期啊 像这个牛奶应该也是6个月保质期吧 是的 180天没问题啊 这类超高温灭菌乳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实际求是 没有太大区别 就你最后就是挑看谁蛋白质含量高 就是相同的蛋白质相同的钙含量情况下 谁的单价最低 就行了 因为它们只要是符合国标的本质在安全性上没有区别 然后又因为都是超高温了 所以它也不太可能营养上有多大的区别 最主要营养对你来说就是蛋白质 钙和脂肪 就这三个东西啊 人养一头牛 需要的朋友自己去拍吧 有朋友说小朋友适合那一款 只要是三岁以后的孩子 这些奶他都能喝 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喝的 你给小孩子喝肯定是需要他的蛋白质和脂肪和钙嘛 对吧 你就挑这个里头 这个里头现在来看钙含量和 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他 因为你看 4.4克的蛋白 135毫克的钙 然后算下来每250毫升 它的单价是4块1毛3 当然今天在高蛋白这里头 性价比最高的是纽士兰 4.0的蛋白 122毫克的钙 4.0的脂肪 然后你直接买两箱的那个规格 抖音今天给你提供的券 算下来一块是2块9毛7 就是在高蛋白这里头 这一个 今天来看价钱是最划算的 就意思在我的货 我们的货盘里头是最划算的了 2块9毛7 有朋友说欧德宝好喝 你看欧德宝好喝 就可能是他长期习惯那个口味了 欧德宝的价钱其实也很优惠 你看4.0克的蛋白质很高了 130毫克的钙 然后3.8的脂肪 然后算下来每200毫升的是3块5毛4 当然下面这些都是250毫升 它是200毫升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 等一下脱脂奶 它的蛋白质是3.4 钙是120 就是正常水平 但是因为它是脱脂 什么人需要喝脱脂呢 就是除非是医生叮嘱你 医生叮嘱你说 你就是要喝脱脂 或者是你个人对于身材管理有要求 你就买这个 其他的我其实不建议 因为实事求是 脱脂奶不是特别好喝 但是脱脂奶也有个优点 就是便宜 你看这个79块除以30 一罐算下来多钱 79 79除以30 2块3毛3吗 嗯 79 79 79除以30 确实 2块3毛3 这个是德亚脱脂的啊 上面是这个德亚全脂的 嗯 然后它的蛋白质是3.4克的蛋白 然后它的钙是120毫克 脂肪是零因为它是脱脂 所以算下来单价非常便宜 就2块3毛3 而且是买200毫升的啊 刚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脱脂的奶更便宜 因为牛奶从奶从牛身上挤出来 进入奶厂之后 它经过了灭菌 不是直接就灌装了 注意 这时候它会经过一个高速的分离机 把里头的脂肪直接甩出去了 所以 在牛奶厂加工的牛奶产生第一道奶 全都是脱脂奶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不同P4牛奶它的脂肪含量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所以它要先全部把这个奶脂肪甩出来 甩出来之后 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 甩完之后它就是零脂肪 那当然把其中的一些 跟脂肪相关的 或者一些脂溶性的其他的维生素 可能也就流失掉了 所以脱脂奶真的 真正的对你来说有用的 就只有蛋白质和钙 其他啥都没了 因为把其他那些甩出脂肪的同时 把那些也就甩出去了 一些脂溶性的东西也就没了 就是营养上来说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还需要低脂 它再给每百毫升中加入一到两克之间的脂肪 如果你需要全脂更好喝 它加入三克以上的脂肪 所以这个脂肪是先甩出来再加进去 但是它加的时候 它就把那个通过一个非常小的吸管 就把大脂肪颗粒变成了小脂肪颗粒 所以这时候你在喝到奶奶 口感上就更均衡 这是行业的一个做法 如果您在牛奶工厂上班的话 您可能会知道这个 或者说是69块9 咋啦 就是69块9 是69块9 我按照70算的嘛 69块9不就是70吗 然后再接下来 没关系 我会给您把这些价钱全部再总结一边 拖纸是69块9 对就是这个 我算错了吗 拖纸对的 拖纸难道我算错了吗 我看他们在说69块9 没有问题 69块9不是70 对 就是我按70算的 因为只差一分钱嘛 平均的20来盒上没有区别的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是 儿童的 就是那个 那个啥蓝对吧 对 刚才那个那个 纽式蓝的 对 A2的 儿童的 A2 然后A2的 AR beta的 其实也是刚才给大家提到 AR beta的可能就是很多人 担心孩子喝完之后肠胃会不适 所以前期年就有这样一个概念 叫做AR beta烙蛋白 但是这就是我们不敢保证 因为每个人最后反复出来结果 还是略有差异的 嗯 但这个应该对于绝大适合来说 就是你担心如果孩子喝牛奶就是会拉肚子 这款可能会好一些 它的这个 蛋白质含量 它应该是每200毫升6.6克 那就是3.3克啊 就是纽式蓝 儿童奶是吧 可以 那就我把特殊的奶全部写一列 好 嗯 这个是 纽式蓝 A2 儿童 它的蛋白含量是 3.3克 每100毫升 你看它这个标注法 让大家有时候会引起误解 我一看这6.6克 我上次就上当了 我说我这么高的蛋白含量吗 这阿尔摩都过滤成啥了 然后在上面看人写的是 每200毫升 就整个行业写的都是每100毫升 下一条 这个是蛋白啊 然后再接下来 它的钙是240毫升 那就是120毫克的 CALC 还是写的 然后再接下来 它的脂肪 7.4 那就是3.7 3.7克的脂肪 因为它强调的A2beta 所以就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孩子如果喝普通的奶 如果容易有肠胃不胜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款 这款算下单价段 97除以24 单价是 4.04 4.04 那其实 我看一下 是200毫升 OK 好 这个是 这款牛奶啊 这小鹏自己去拍 然后再接下来给大家推荐 这个叫做 三尺小牛 我第一次听这个 对不起啊 这是什么牛呢 3.2克的 3.2克乳蛋白 100毫克的钙 这就是非常正常 普通的水平 就是从营养含量上来说 非常普通的水平 然后它又是一个超高温灭菌乳 对吧 所以它应该非常便宜才行吧 要不然它的卖点在哪里 它多钱啊 99块9 99块9 你干100 100除以40 2块5 那就是正常牛奶的价钱 250毫升 2块5 就是 大家日常喝的那种量很大 然后呢 价钱很公道的牛奶 就这样 嗯 它应该放在普通牛奶这里 我应该把托纸 德亚托纸的给你写在这儿来 然后这个生产日期也是4月份的 保持期6个月 保持期6个月 保持6个月 对 然后我把它改过来了啊 大家应该再给我一张纸 谢谢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是猛牛的 叫什么 叫三只小牛 OK 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奶啊 没有特殊需要强调的 如果要强调就是它的性价比的 因为一贯算下的是2块5 OK 除此之外 它没有其他需要的图书给大家去讲 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3.2克 3.2就是一个行业平均水平 当然还有比它还低的是3.0 国家标准是2.8 国家标准上是2.9 羊奶是2.8 这是符合标准 它确实是符合标准 嗯 然后它的钙含量是100毫克 中规中矩 然后它的脂肪 哇这个脂肪很高啊 这个脂肪是4.0克 嗯 香 这个奶好喝 对奶会很好喝 因为它脂肪含量高 所以通常来说比较香 然后算下一个是2块5对吧 2块5 嗯 然后它是250毫升 便宜这个奶 因为它是250毫升的 生产日期4月份保持6个月 生产日期4月份保持6个月 你在10月份之前只要喝完就行 你肯定能喝完 你按照一天一盒 很快就完了 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每日鲜鱼鲜牛奶 这个就到了低温灭菌乳了啊 朋友们 没事 我把低温灭菌乳写这吧 因为它也是比较属于价钱贵的 刚才大家看上面啊 上面这些所有的高蛋白 它都属于高温灭菌乳的行业 就是 它是已经高温过了 高温过其实最主要来说 对你的营养就是用来钙蛋白 脂肪 这些是低温灭菌乳 这些就跟你小时候家里门口订的那种鲜牛奶是一样的 因为它就是巴氏消毒法65度到75度左右 然后 能杀灭绝大多数的有害菌 啊 然后全程需要低温储藏 低温运送 然后保质期一般都很短 一般都大概是7到10天 这个是15天 你倒了就喝 喝完再买 OK 它的亨点就是好喝 而且除了钙蛋白脂肪以外 可能还会有比如像维生素B啊 还有一些 呃 比较比较友好的一些营养物质 还有 这个上面是刚没写是吧 没有 那我写这儿吧 这一类叫做 鲜 大家常听的叫做低温灭菌乳 或者叫做鲜奶 鲜牛奶 其实原来一度都不让用这个鲜字的 后来 因为那个规定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看现在就开始用鲜牛奶 呃 它的蛋白含量 4.0克 130毫克 它有3.6的也有4.0的是吧 啊 一共14平 算一下 你用69出于14多 没有两个规格 有14平的也有加起来是13层的 好 我看去 啊 它有7平4.0的 7平3.6的 或者12平3.6的 1平4.0的 对 那我买那一瓶的意义啥呀 是这个我们不太好去公算 嗯 嗯 然后给大家刚说了啊 因为它全程都在第一层 低温灭菌 然后这种它的几个特点是什么 它全程 冷藏 运输 这是它增加成本的第一个点 第二点 它保质期短 如果没卖出去 就坏了 就得扔了 所以它运行的 它整个的这个这个成本高 所以它一般情况下 我的意思就是它贵了 然后再第三个就通常的说售价高 如果说你对 一盒奶贵的一两块 你不介意 那你就买它 因为它肯定好喝 它的特点 第一个 好喝 口感上肯定好 第二个营养权 因为它没有超高温 它的蛋白和钙肯定在 脂肪也在 而且它还有一些其他的 呃 就是比较 对高温比较敏感的营养成分还在 我建议你买4.07瓶加3.67瓶吧 贵10块钱 当然看你自己啊 其实我建议你不用听的 胡建议呢 我这属于 我看一下这个 它的 那你算一下单价 你 你就按照7瓶4.07瓶3.6的算吧 好 嗯 这个 这个奶叫啥 每日鲜鱼啊 每日鲜鱼 它的蛋白是3.6瓶 或4.0 这个厂家 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哈 怪怪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它的钙含量是 120 3.6的钙是120 哎这钙含量好像都不太一样 4.0是130 行 是120毫克或者130毫克 然后接下来它的单价算下来 咱们就合并计算了 多少 它的脂肪是4.6啊 我看这辆脂肪含量一样 我的天脂肪含量都不一样 脂肪含量是4.2或者4.6 4.9毛3每250毫升 低温灭菌乳就贵啊 当然你要买低温灭菌乳 你就冰箱取出来 可以比如说它不那么凉的时候 你喝或者稍微加热一下 你可千万别把它放到锅里给你滚开了 那你要低温灭菌乳意义是啥 你还不如直接买那种超高温灭菌乳 性价比更高 咱这个跟大家提示一下 它保质期比较短 它只有15天的保质期 15天对于低温灭菌乳来说 已经算长了 低温灭菌乳还有7天的呢 很多都是7天9天10天 这15天已经算反常了 它肯定比刚才那样好喝 不用想肯定好喝 营养也更丰富 贵啊 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啊 低温灭菌乳 然后再下来 对你看这时候就比较公平 拿他俩放一块比较 我看一下等一下 我看这个蛋白是多少 这个是3.6的蛋白 你再找那个3.6蛋白我拿一下 这是他的3.6蛋白 OK 这俩放一块比 这个是 260毫升 这个是250毫升 大差不差吧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月鲜活的啊 从他月鲜活260毫升 这个 一个是A2C 一个是0.09C 我们我们来 我们来 就算算他这种普通的啊 这就 叫月鲜活是吧 对 然后他的蛋白是3.6克 OK 然后他的钙是120毫克 然后他的脂肪是3.9 算一下他的单价是多少 0.09 行的那个是吧 对 就是用88.5除以15 5.9 5.9 对 260毫升 那他也比上面贵 嗯 这是拿他俩放的一块比 是比较公平的 他们俩不能跟超高文灭菌乳比 对 黑口牌 讲的这么巧 然后这个的宝宝其实是19天啊 19天 对 好像比以前是编长的以前 刚才那个是15天 嗯 真的不一样 就是跟那种超高文灭菌乳 喝着口感上是真的不一样的 那个 奶味族主要是因为他的蛋白 还是那个啥 脂肪还是大 比较大的那种分子 低分灭菌乳肯定都会比超高文灭菌乳好喝的 这个是别的 我们A2型的话是相当于一瓶6.6 A2的话 他还有A2的 对 上面这个啥是0.09是吧 对 0.09 然后下面是A2 对 A2的那个 我看有A2的 有 A2BET 是那个金色的 金色的是A2的 A2BET烙蛋白 它的蛋白含量 没有啥区别 蛋白含量 蛋白含量仍然是3.6 我拿这个就是A2的 对 蛋白是3.6 钙也是120 脂肪也是3.9 然后这个算下多少 6块6 6块6 每260毫升 所以从单价上来说 月鲜活是比 每日鲜活贵的 在低温灭菌乳的 同品类的牛奶里头来看 它执行的国标跟刚才不一样 它执行的国标是19645 这是这类牛奶的国标 刚才那个国标是另外一个 是250 对 对 如果你孩子是住家里的 买这种 因为他每天都能喝 你孩子是住校的 你买钢那种超高温灭菌 因为它能保持器有半年 你买这 他到学校还得冷藏 他学校哪有冷藏的条件啊 几天高温放就坏了 因为巴士杀菌只能杀掉大部分的菌 它还有一些 你放时间长就容易坏 或者你不低温保存就是坏的快 但就是好喝 拿他俩这块比 如果拿他俩单纯比价钱的话 每日鲜活的性价比高一些 因为同样3.6克算下的是4块9毛3 每250毫升 月鲜活算下的是5块9 每260毫升 低温灭菌乳的口感好 它们俩保持器一个15天一个19天 OK 好截止到目前啊 刚才我们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很多人比较常见的这些牛奶品牌 导演你先把这些拿来 我总结一遍啊 好 月鲜活和那个啥 美日 那个拿来 和美日 对 来给大家先总结一下 刚才讲过这些 因为它都是全国范围内 大家都所熟知的一些品牌 所以拿他们放在一块对比啊 此时你面前放的这两种奶 它都叫做低温灭菌乳 或者巴士灭菌乳 或者你直接看到上面就是鲜牛奶 鲜牛奶发现了没 鲜牛奶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喝的 你家门口送的那种 它的特点呢 第一个 它是低温灭菌 65多到75度左右 能烧灭绝大多数细菌 但是杀不全 所以它必须得短保 因为还有其他细菌 而且它得冷藏 也因此它售价高 这是它的缺点 优点好喝 营养权 比如它里头一些 比如维生素B 它不会被高温所破坏 这个65多到75度的这个温度 是不会破坏它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今天常见的就是这俩 梅日鲜雨和月鲜活 梅日鲜雨有两种 3.6和4.0的 你可以换着挑 它有个7皮3.6 7皮4.0 或者全是3.6 然后一个 你应该算 如果全是3.6 一个4.0 那个算下多少钱 这样跟下面比 就更科学了 对吧 它全是3.6 只有一皮4.0 那个算下多少钱 9.9除以13 4.6 那就成4.6了 4.6毛1 那就那就那就更便宜了 OK 这就是如果纯看 铜在低温灭菌乳 国标是1965的这个标准下 这两个产品 当然 如果您以前喝过 除了牛奶本身的营养价值 和国标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就是您的口感喜好 他们俩 您以前如果都喝过 发现哪个更好喝 您就买您喜欢的就行了 OK 这是在这两 低温灭菌乳的行业里头 前提 你能接受量着喝奶 你给家里的孩子买了 结果孩子住校 两星期回来一次 不要买这 他就算拿到学校 他也是坏 因为他没有办法冰箱冷藏 或者说你们家人 没有人喝凉的 早上起来都是放在奶锅里 要煮废了才喝 你别糟大东西 你买这低温灭菌 全程低温冷 从凳藏到家 你一把锅里给煮开了 也没必要 你给家里老人 他从来只喝热的 你就别买这了 OK 买这个奶只有 就是你接受低温 冰箱取得 冰文亮亮的 或者你放了一会儿 不是特别冰了 但是也不热 你能接受这样 你再买 好喝 凉氧野权 贵 这是我们今天有的这两款 OK 自己给你自己挑 这个牛奶都能送到家吗 好 这个没有问题了吧 好 没有问题 刚才我们所讲的全部都是低温灭菌乳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超高温灭菌 低温灭菌是60 刚才所有讲的都是低温灭菌乳 或者叫巴士消毒法 之前给大家讲过 法国那个巴斯德发面的疫苗那个人 所有人都得感谢他 狂犬疫苗就从他那开始的 是65度到75度40度 然后这样杀毒 它的特点是营养权 但是短保 而且全程冷炼 所以它高价 除非你接受低温喝 要不然你别买它 再接下来大家更多买到的 就是下面这种 叫超高温灭菌乳 它一般情况是在130度 甚至135到145之间 这么高的温度灭菌 所以细菌灭全了 你不用担心放过去 它的保质期至少6个月起 上面这种保质期有7天的 有9天的 有10天的 有15天的 还有19天的 但是区别都不大 对吧都比较短保 下面这种直接6个月起 所以你家里就是比如给老人买 给住校的学生买 或者你家里平常你说你去超市 什么都喝来不及 你就买这种 这种对你来说更方便 那在这个领域 大家拼的就是性价比 口感上有差异 不会太明显 实际就是不会太明显 然后它就是拼性价比的产品 那在这些性价比产品里头 现在都有啥呢 来从营养成分含量比较高的来开始 高于3.6的 是以下这几个 因为国内有比较大的几个厂商 之前都以3.6作为他们的宣称标准 那我们就以3.6作为这个benchmark 作为一个criteria 作为标准之一来看 欧德宝 4.0克蛋白 130毫克钙 3.8的脂肪 单价 5块5毛4 200毫升 欧德宝 欧德宝的样品 给我一个 欧德宝之前好多人买过 中间那个蓝瓶 蓝瓶 对 之前好多人买过 它的口感是很浓郁 你想能到4.0克的蛋白 它肯定是用ROM 或者超高温那个闪蒸技术 所以蛋白含量高 钙含量也高 你看130毫克的钙 方便在这儿 130毫克的钙 然后4.0的蛋白 肯定好喝 然后价钱也贵一点 200毫升是3块5毛4 这个 你看上面给你写4.0 恨不得把卖点的 直接怼到脸上的都已经 看 写4.0发现没 4.0 紧接着下面就130 它已经把东西给你写全了 然后再下一个是安家 安家的那个旁边旁边 对 安家的这个蛋白含量更高 OK 它是250毫升 它是4.4克的蛋白质含量 然后135毫克的钙 然后3.3克的脂肪 它的单价算下250毫升 是4块1毛3 安家的 就是同样在拼蛋白 拼钙 拼脂肪的时候 他们俩真的是特别优秀的 4块1毛3 然后接下来 在今天所有4.0的这几款产品里头 蛋白质含量里头 最值得推荐的是这款 我的意思 就在我们的货盘里最值得推荐是这款 因为 你直接去买两箱 对 然后抖音有一个圈 然后这样买下来 两箱好像是143是吧 对 143算下来一盒 注意 它在满足4.0克蛋白 122毫克的钙 4.0的脂肪情况下 算下来每250毫升 2块9毛7 不到3块钱 所以如果 你家里 人喝奶都是喝热的 要煮 或者孩子在学校里 拿一个月的 老家爸妈那块 买东西不方便 一次要喝 那好几个月的 你今天就买这个 一次两箱 一次两箱 一次两箱的买 它两箱今天等于优惠 4.0蛋白 120毫克的钙 算下的一罐是2块9毛7 性价比 刚刚的 这是今天的 然后再接下来 还有通常大家所熟悉的这个 猛牛 特伦酥 3.6克乳蛋白 我记得3.6克乳蛋白的这个概念 最早好像也是他们提出的 所以你看 直到现在仍然标着3.0 3.6克的乳蛋白 120毫克的钙 然后再接下来 4.4克的脂肪 然后 它是3.33 3块3毛3 每250毫升 它为啥强调原生高钙 大家看这 它强调四个字叫原生高钙 因为 我们所知道牛奶里头 如果你想要钙 我可以给你加呀 对吧 我给你疯狂的加钙 但那种产品 它有 大家可能就买很多的高钙奶 它上面就直接会给你标清楚 那种奶跟这些奶不能同样去比 因为那个奶执行的国标不是 那个19250 那个国标执行的应该是29251 那个钙是后期加进去的 而不是牛奶里头本来喊的钙 可能有的朋友买过那种奶 OK 这是在今天超高温灭菌肉里头 蛋白含量比较高的 这几款 性价比特别高的 就是推荐买两箱的牛士兰 当然你说 我以前就喝我都饱 我喜欢它的味 我家孩子别的都挑 就喝它行 你就买它 我们家买安家买了好多年 那你就买它 我们家就喜欢喝蒙 那你就买它 OK 以上紧针对于配料表所体现的 蛋白钙含量的性价比推荐 当然我也知道 对于更多数家庭来说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口味习惯 因为你喝习惯才能喝得完 喝完了 不浪费 就是最大的节省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还有 3.6克蛋白质以下的 目前讲到这的有 第一个德亚的 德亚的普通牛奶 没事你就放这 按照那啥排列 这是蛋白质比较高的 这是蛋白质比较高的 这是蛋白质高的 性价比特别高的 然后这是3.6的 这四个都算比较高 这个3.5其实也挺好的 已经 也勉强放一块吧 3.5算很高的都 3.5的蛋白 180毫克的钙 3.4的脂肪 然后3块3毛3一罐 250毫升的蛋价 然后再接下来 是任用一头牛的 它的蛋白就到3.3克 每100毫升中 然后钙是120毫克 然后脂肪是3.6 蛋价是2块6毛6 到这就真的开始 拼性价比的 OK 就是看谁能够在 米韵牛奶市场就是这么卷 品牌很多的 然后这个是猛牛的一个 一个子品牌 就是三只小牛 它是3.2克的蛋白 100毫克的钙 4.0毫克的脂肪 然后2块5 一罐250毫升 纯纯的平行价比 这就属于 好以上的全部是比较熟悉的品牌里头的 常规牛奶 当然里头刚才还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纽士兰A2儿童的 就是你担心家里孩子喝普通奶容易拉肚子的话 你试一试这个 当然这个不能保证对每个人都有效 因为我们确实受到过一些消费费的反馈 喝了它仍然可能会 就是一些声称A2的仍然喝了还有反应的 然后它也是3.3克的乳蛋白 120毫克的钙 然后钙算很高了 蛋白就中规中矩吧 脂肪3.7 然后单价算是4.04每200毫升 还有一个是这个德亚的脱脂 因为刚才给大家讲到了牛奶到了奶厂里头 首先全部经过高速的这个离心机把脂肪甩出来了 所以牛奶杀完菌之后到牛奶厂的第一步全都是脱脂奶 然后接下来你需要半脂或者低脂 我给你加每100毫升1-2克的脂肪 你要全脂我给你加3以上的脂肪 脂肪是后期先甩出来再加进去的 大部分的理解 啊为啥呀 我把海水里头盐先甩出来 再把盐给你加到海水里 那为了让它更均衡 就这个 脱脂的是3.4克 所以我刚讲 因为它是奶厂里头生产出来第一道工序的奶 所以它价钱是非常低 脱脂奶价钱都非常低 2块3毛3每200毫升 不好喝 除非医生要求你喝脱脂 否则别买脱脂 不好喝 真不好喝 它既甩去出去的脂肪 也会破坏一些脂溶性的其他的营养啊 最好喝的还是这种 贵 我给大家加一波酸奶 加一波酸奶啊 好 牛奶先说这儿 还没完呢 我们一会儿还有牛奶呢 还有一些地方的 地方特色的品牌 那个呢就是大家从小喝习惯了 你买其他你喝都难受 就那些你习惯那你就买那些了 这是前两天去深圳给大家推荐的 对 OK 接下来到酸奶这块 你再给我一个黑板 到酸奶领域我们也有需要关注的东西 在酸奶领域大家注意啊 这个甚至下面那个都不能叫酸奶了 有一个叫做国标 注意这些都是国家标准啊 国标叫做19302 19302 然后也是2010年的标 明明那年乳品行业不是标准改革吗 到现在一直都用这个标 然后这是通常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国标21732 是2008年的 上面这个可以说是酸奶 下面这个可以说是 各种风味的寒乳饮料 你注意酸奶和寒乳饮料的区别 在国标上说的很清楚了 酸奶主要原料是奶 而且它对奶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至少80%含量以上 另外一种寒乳饮料 就是你小时候喝的有酸乳 它的蛋白含量可能就是1% 就是好喝解渴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解渴 口味丰富就是那种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挑酸奶如果您对品质要求特别高的话 各位朋友 你就注意看它的配料 它的配料 基本上特别好的酸奶 只有两种东西 第一个生牛乳 第二个益生菌没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 生牛乳90%以上的含量 你去超市咋挑就挑转了 第二个它为啥加糖 因为不加糖酸得很 不加糖你吃不下去 因为所有的乳酸菌它会让口味变更酸的 尤其是那种活的菌 它会越来越来越酸 然后加了保加利亚乳感菌 是热炼 这就是非常常见的几个菌了 是非常常见的几个菌 OK 所以这款的配料就是奶 糖和益生菌 没了 它没有给你添加它是7种乳酸菌 100%的生牛乳奶源 OK 它就是90%的奶 剩下10可能是糖 乳酸菌占不了都是含量 所以它肯定不至于 然后这一类基本上保质期都是25天 21天 29天 基本都是这个 需要2到6度冷藏 2到6度冷藏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活的菌 如果是那种灭活的菌呢 就是大家买回去有6个月的那种那种那种酸奶 买过吧 6个月的酸奶 什么黄桃味啊 燕麦味那种就是6个月的 那它就是灭活了 酸奶 这个蒜下来一罐是多少 它的蛋白是2.9 你看它的蛋白其实是低于纯奶 对吧 然后2.9 钙是100毫克 其实它的它的营养成分并不突出 但它口味好 然后呢当然大家也听过说 吃酸奶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这个的重要前提是 不是奶对你有好处 是酸奶里头的益生菌对你有好处 然后每一个益生菌对人体可能有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得看它具体加哪种益生菌 而且加到多少量 然后你吃了多久 才会对身体可能有脱开剂量谈效果 纯属刷流氓 OK 就比如说二氧化流对人体 那其实是剧毒吧 但是红酒里头 所有红酒里头都有二氧化流 因为它含量足够低 所以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好意思 卡式 它是90%以上的牛乳添加量 就是牛奶含量吧 我就这么写吧 这是90% 然后呢它是活菌 活菌就需要二到六度冷藏保存 保值期是二十五天 这个也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 生牛乳 生牛乳 OK 都没区别 然后它的蛋白含量是2.9 钙是100 酸奶拼的重要不是这个了 2.9克的蛋白 和钙 然后 蛋白是2.9 钙是100毫克 我把这写上面吧 毫克和克 下面就不飙了 这样你看得清楚一点 一个是2.9克的蛋白100毫克 就是说的都是每100毫升中 这是第一个卡式酸奶 算下来多钱啊这个 最重要的没得说 2块7毛7 一小罐 110克 2块7毛7 每 这一罐多少 110克 110克 那就基本就是110毫升了啊 我把这个数据往前吧 把刚才那个保留着 90%的牛奶含量 活菌 只要是二到六度的 基本都是活菌 25天 然后蛋白 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写一下 蛋白是2.9克的蛋白 100毫克的钙 然后下面是单价 OK 这个是卡式啊 需要朋友自己拍吧 对卡式是深圳的品牌 大家前两天我们去深圳 大家已经拍过了哈 嗯 天边的H 蓝格格 这个是呃 大家很喜欢的一种 就有草原特点的酸奶啊 草原凤肉的酸奶 但你要真去草原吃过酸奶 你不见得能适应 嗯 第一个它是新鲜 挤出来牛奶 它可没有用过我们说的 你要大型的分离器 把蛋白把脂肪甩出来 再加进去 所以就是那个牛的味儿 会比较重 上面飘着一层黄色的油膜 见过没 而且它就用乳酸菌发酵 所以就是纯酸味 草原上 真正的草原上奶 你都不一定吃的惯 然后你看的 这堂含量 它写的是问解演出 括号 它是根据国标方法 OK 27 28天 我看一下 这个的生牛肉含量是多少 我用酸奶的标准给你看 它也是 我这个生牛肉含量99%啊 这个叫啥 叫蓝格格 当然蓝格格 括号 天边的Edge 它是99%的生牛肉含量 就是全是奶 因为它没加糖啊 上面生云加了糖了 然后剩下就是 它一共有两种菌 唾液链球 赤热亚种 和德氏乳感菌 保加利亚亚种 OK 是非常常见的两种 对 所以它99%都是奶 可能剩下1% 那可能就是乳酸菌了 所以它那个临折糖里域的蜂蜜 里域的蜂蜜 它还怕你吃不惯 是的 有可能酸的你是真的吃不惯的 草原上的奶就是酸奶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它也是活菌 因为它需要2-6度保存 那肯定是活菌 大家如果想要说酸奶和乳酸菌 对你身体有帮助 第一个肯定得是活菌 因为如果是灭活的菌 那细菌都杀死了 乳酸菌都杀死 对你有啥帮助 没有任何帮助 第二个这些细菌 是否只要剩下对你有影响 不是 它首先要经过胃酸 的腐蚀 能扛下来的就是少量 还要能熬到肠胃里 肠道里 而且还要大量的储存 长期才可能会有一些 具体的特定的影响啊 所以这个一般大家 如果商家以这些宣传 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 因为不一样的 蜀酸菌它的效果不一样 这个是180毫克多少 多少多钱啊 180克多钱啊 算下来 一罐是7块4毛9 7块4毛9 挺贵的哈 算一下 但是它是加了 古物包也加了蜂蜜 还有奶酥 它的保质期是28体 基本25 28 29啊 就是一个月以内 基本都是这一类的 就是活菌的基本都是这一类的 需要冷藏啊 酸奶需要冷藏 OK 奶味非常足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看它的蛋白质 没补上 这个蛋白质含量就高了 这个蛋白质含量是3.6克 钙是110 OK 就是这个啊 凌热糖的 它也有糖版的是吧 对 那叫圆腕吧 这个就是有糖的了 对 注意 你看它如果是有糖的 你看它的牛奶含量 生牛肉含量就称86%了 发现没 刚才那个是无糖的 那我再给你把有糖的写一下吧 上面这种是无糖版啊 注意下面有糖版的它的这个 生牛肉含量就称了86%了 所以你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卡氏刚才是90%呢 因为它剩下是糖 这个86%剩下 剩下有糖和稀奶油 所以它口感很好 因为它加了奶油 嗯 它口感会很好 86%的生牛肉剩下是糖和奶油 然后再还有果胶 所以它会让这个质地看着更浓稠一些 如果是自制的酸奶 那浓度越高 肯定是蛋白含量越高 但如果是这种生产买的 有时候可能它需要加些果胶 明胶 但这个是正常的东西 大家不用去妖魔化它 这个也是28天 它肯定也是活菌 这个我再给你加 它加了奶油 我这样给你写吧 所以它口感可能会更好 它的保质器也是28天 只要写25天28天一个月以内 这种它肯定是活菌 然后它的蛋白含量就低了3.1 然后盖是55毫克 那为啥这么低呢 因为它加了其他的东西了 然后它算下多少钱 有糖的这种质量 下格是一样的 7块4毛9 也是7块4毛9 它是200克 一块是200克 它200克 它不是180 含糖的是200克 明白 所以如果是我买蓝根 我肯定就买上面这种 买牛糖还是牛糖 买牛糖的 反正你有蜂蜜 我可以自己调味 我还可以自己加那些 但是它 就是无论是从牛奶含量 还是钙含量 还是蛋白含量来说 从价钱上来说 它都更具有性价比 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无糖确实有点3O 酸的它不是带蜂蜜了吗 酸肯定会酸的 嗯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是西域春 之前大家也买过很多次 它是一款新疆的酸奶 然后大家买的时候 不仅喜欢它的酸奶 还喜欢它的盒 它有一个奶皮子酸奶 还有一个风味酸奶 我看一下这个标准是 它的配料就写生牛乳 但没有写具体生牛乳的含量是多少 是吧 没写 它的配料里头是生牛乳 糖 所以呢 它肯定应该在90%以下了 牛奶含量 它也有果胶 然后剩下呢 还有西奶油 所以它肯定是口感特别好啊 然后剩下有炼乳 然后剩下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抑生菌了 它没有具体写 无清除标注啊 无清除标注生牛奶的含量 然后再接下来呢 它20的几天肯定是火菌 嗯 怎么说呢 它也是加奶油吧 把这个公平的对比 就它口感上肯定是好吃的 保质器也是 保质器是21甜 然后蛋白是3.1克 钙是85毫克 这个算下来 这一桶是多少呀 是两桶一块买对吧 对 两桶是47 两桶是4斤 我们按100克给大家折算下来的话 是2块3毛5 100克 100 你看200克算吧 这没有100克的单位 就你看它现在不是 一桶是2000克吗 是吧 两桶是4000克 你除以20 4000克除以20不就是200克吗 你用47除以20 除以 好 我们按200克来算的话是 4块6毛9 4块6毛9 每200克 这个酸奶的特点就是好吃 是真的好吃 因为大家刚听它的配料里头 它不仅牛奶 还加了吸奶油 还加了炼乳 当然有白砂糖 所以它的风味是特别好 而且因为大桶 所以它在包材上的成本会下降 所以它的性价比偏高 这个就适合家庭装 OK家庭装 当然你要说我一个人吃 但是我视酸奶如命 每天处于猛吃的状态 直接熬到碗里 直接拿着桶 怒饮酸奶的那种感觉 那可以 它也是活性菌 因为它是2-6度储存的 保质器21天 写了配料有生牛乳 但是没有标签 具体生牛乳的含量 这个盒子随后你还能带饭 这是吸引大家另一个点 你发现现在活菌的 基本都是20来天的保质器 它确实是好吃 很多人买过 已经习惯了 那你就买这个就行 它的价格也没有变化 是吧 对 商家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对吧 没有 OK 那就是这个价钱了 他说一桶是1000克 对啊 那就是两斤嘛 两桶就四斤了 一桶1000克 确实1000克 一斤是500克 朋友 你看上面写的 净含量1000克 看到了没 这个奶皮子的更香更浓 所以我估计奶皮子含量里头 奶油的含量会更高 嗯 需要捧自己拍 接下来这个是减矮啊 对 这个生牛乳含量 哎呦这个没法算 因为它规格不一样 是吧 它是组合 那如果你都拉平 都把它按照这个来算呢 都是按照100克算 这个是110克 你也可以拉平按100克 这个是135 你也按照拉平100 你去全部 所以它一共有多少个呀 对 我们有三个规格的 对 它因为有 大家喜欢吃的米布丁 你可以单独买米布丁 也可以 那如果我只 那我只按算奶 我们只算三奶 米布丁的就算奶 要不然它没办算这个账 39.9除以18 青椒鱼是2块2毛2 2.2 它的生牛乳含量是90% 对 然后配料里头就是生牛乳白砂糖 没了 它当然也是火菌啊 这页给大家挑的都是火菌 保质期是25天 然后蛋白是2.8 钙是90 所以大家发现 其实酸奶的这个蛋白和钙 并没有比纯奶高 发现了吗 这是很多人一个误取 很多人以为这个更高 其实没有 然后它单价算下来 每100克多少 每110毫克多少 2.2 2块2毛2 每110克 所以酸奶没法给你算 实事求是 蓝哥哥的价格是偏高的 啊 然后你看这个是200克 你要把它算成每100克 它就成了2块3了 对吧 它的价钱整体算下来应该是非常低的 西域春 因为它是大桶啊 大桶的肯定算下来 会划算性价比会高 因为它的包材的费用低 但是它没有标注牛奶的含量 我估计它牛奶含量可能在85以下了 因为它里头要加糖 还要加奶油 还要加炼乳 它的特点就是好吃 你肯定能吃完 因为它好吃 加薯装 适合 所以到酸奶这好像单 单纯的拼性价比 没法拼了 对吧 所以你要真的要做乳品 你建议从酸奶开始 因为牛奶它真的现在拼性价比 已经拼得太透明了 是吧 这个则可适应员群不一样呀 这个90%的牛奶含量 然后你看它规格 酸奶连规格都没有办法统一 你看牛奶就是250 发现了吧 就牛奶的那种罐里 全是200250 所以大家就特别容易算清性价比 酸奶没法算 你看包装大小不一样 你自乎得把它换算成每100克 那就比较麻烦了 嗯 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来下一个是老北京酸奶啊 有蜂蜜味的老酸奶 也有原味的酸奶 牛奶还没完呢 你别急啊 牛奶还没完呢 一会儿还有其他的牛奶 一会儿还有地方品牌的牛奶 是的 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地方 因为很多也是全国知名的 对 这个酸奶我看一下 它有没有标清楚 哎呦这生产是铁领啊 北京老酸奶 生产地辽宁铁领 它的配料就写的生牛乳白砂糖 还有0.2%的蜂蜜 剩下就是施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干菌 它没有标生牛乳的标准 含量是多少 比例是多少 没写 保持期也是21天 所以其他应该都没有区别 OK 没法给你写的 所以不好意思啊 我看一下 两个确实都没标 这是国标19302 没问题 国标都是一样的 配料也是生牛乳白砂糖 所以原味就是生牛乳白砂糖 然后蜂蜜就是白砂糖里头再加了蜂蜜 其他都一样 接下来这个叫啥 这叫做 这叫生乳 我们写老北京吧 这给大家更熟悉 这个很熟悉大家来北京旅游 结果发现是辽宁铁领生产 它无 它里头没写 然后它的特点是有一个是加了蜂蜜的 另一个就是蜂蜜和糖 所以它比较甜口 然后这个保质期是21天 它肯定也是活菌 21天 然后它的蛋白含量是2.8 2.8的蛋白含量 钙都污 没写钙 它写的是碳水化和污和钠 没写钙 OK 蛋白是2.8 钙的数据缺失 这个算下的一贯多钱啊 180克的话是3.3毛3 3.3毛3是180克是吧 新的性价比产生了 你用3.3毛3除1.8 3.3 3.3 3 除1.8 你算一下 1.8 对 1.85 1.85 就算下来这个每100克是1.85 它的价钱是最便宜的 酸奶里头 今天我们盘里头的酸奶性价比之王产生了 辽宁铁铁链生产的老北京酸奶 好 酸奶差不多了是吧 还是说还没完呢 哎呀 挺好挺好 那就是酸奶完了对吧 接下来干牛奶了继续 这也是酸奶 这个是碱醇 这个是零添加者糖 我给你看 它的生牛肉添加96% 嗯 哎呀写不下了 我写上面了好不好 你们来导演给我个特写 我把这擦了啊 你们知道这个是生牛肉含量好不好 后面来的同学听不懂 你知道这是蛋白质和钙含量好吧 你也知道后面是蛋酱 来 这个接下来我们算的这个是啥 君老宝对吧 君老宝的这个牛乳添加量是96% 就牛奶含量啊 不是家里 生牛肉96% 接下来它有聚葡萄糖 木糖醇 啊 所以它的甜味是木糖醇提供的 是代糖 所以你不用担心糖的问题 如果对糖比较介意的朋友 如果家里人尤其是可能对血糖 比较 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 你可以选这款 因为它用的是 用的是葡萄糖 它用的是 它有聚葡萄糖的 对 它用的是木糖醇 也是国标319302 然后保持下21天 它也是火菌 肯定是火菌 只要是要求冷 冷藏保存的21天的这种 20几天都是 火菌3.0克的蛋白 多少的钙啊 100毫克的钙 这个 这个这一瓶是 760克 一斤多 所以买下来是3瓶760克 对吧 对 然后再两瓶150 对 两袋150对吧 那你算一下 760克乘以3 对 你不7.6乘以353 7.6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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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18 3721 22.8 然后再加上这个 每200克相当于3块5 每200克相当于3块5 每200克3块5 还有把桌子写上了 每200克3块5 那就是每100克 就是1块7毛5 对吧 大桶的 肯定性价比高 所以你要是就是想喝一个简简单单的酸奶 然后你又不想用太多的这糖 这个里头用的是木糖醇且性价比高 大桶往处倒 直接给你碗里倒 ok 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啊 下一个 来下一个 接下来扔养一头牛 刚才说了他们的牛奶 刚才说了他们的牛奶 接下来是他们的酸奶 对 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灭活了 因为这个的保质期是180甜 ok 180甜 所以你就是喝的酸奶的味 以及酸奶的质地 但是你要它的乳酸菌对你的身体 就是可能帮助不大了吧 因为它已经有100多甜了 虽然它下面的是巴氏热处理 巴氏菌热处理 巴氏沙菌热处理 我仍然不太理解 但是从常理上理解 它应该是灭活的菌啊 生牛乳 它也没有写生牛乳的含量 生牛乳白砂糖 乳清蛋白粉 然后有果胶 穹脂食用香菌 有保加利亚乳感菌种 然后湿热炼虚菌 然后乳酸菌 这些天然含量是大于1 乘以什么什么什么 ok 这些可能就是 嗯 口感很好 实际就是 这款酸奶很好喝 喝过的朋友大家对它 印象会很深刻 嗯 很独特的一种很 类似于奶油的风味 ok 然后这个酸下有多钱啊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3.0 钙是50 哎 没有钙 这是钠 没写钙 这是多少钱一罐 2块9毛1 2块9毛1一罐 200克 200克 那以100克酸下就是1块4毛5 ok 这是保质器比较长的 它适合送给谁呢 适合送给老家 你爸妈 爷爷奶奶 喝酸奶 你你跟他强调一个月之内喝完 他永远想不起来一个月喝完 对吧 但是牛奶呢他又不想喝 他最喜欢喝一点酸奶 那这个就适合他 实事求是啊 实事求是 然后呢或者学生在学校 因为相比刚才那些酸奶 他有一个最大最大优点是 不需要冷藏保存 你注意 刚才所有的这些酸奶都需要 放在冰箱里 全部都需要冷藏 因为他是活菌呢 活菌都需要冷藏了 就是2到6度 那就不是你冰箱冷藏嘛 对吧 这不占你冰箱地方 OK 常温闭光保存就可以 常温闭光啊 当然你也不用去想他的益生菌 对你有什么帮助 没有 因为他这种应该是灭活的 虽然他的名字叫的 我半天不太理解 嗯 薛耀鹏自己拍啊 这个是什么时间生产日期啊 我们确认一下 OK 这个酸奶就适合 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里 他就是爱喝酸奶 啊 然后呢老人 他在老家 你给他叮咛说 必须放冷藏 记得喝一个月内喝完 放冷藏 21天内喝完 永远记不住 那这款就适合他的 他就直接放到房间里 不需要冷藏 想起来就喝 4月份生产的 4月份生产的 然后有半年6个月的保质性 跟刚才所有牛奶一样 OK 酸奶就到这了 好 所有酸奶完了啊 我再把最后一个这个酸奶补上 这个我把他数据也补上 这个国标是一样的 19302 所以可可见国标 并不管活不活的菌啊 同样是19302的国标 然后接下来这个叫做 这个是任养一头牛的啊 他的生牛乳含量没有 没有标准 然后这个应该是灭火菌啊 我我不太理解他的这个解释的名字 然后他的保质性是6个月 蛋白含量是3.0 钙含量没有标识 然后算下来都想想3块9是吧 对吧 刚说的是 3 100克相当于是1块4毛6 啊 那就刚才算是3块9 我记得3块9 然后每200克 然后跟以下所有相比 是吧 他有一个优点就是 室温 就可以保存的 下面所有刚才这些都需要一个 要求 就是 冷藏 所以学生在学校是没法喝的 学生在学校 没有冰箱 除非你为了让孩子喝酸奶 你需要添了个冰箱 OK 200克是2块9 2块9是吧 OK 来 当然给个镜头啊 现在关于酸奶这已经说的很清楚 再总结一下啊 如果是你在家里 你在家里你当然是有冷藏冰箱的 对吧 上面这些啊 因为活菌它相对来说肯定还是更好一点啊 然后这一头 如果你就是单纯的要奶 你就看比如说君乐宝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活菌21天的大桶的 拿那个大桶的 你君乐宝大桶算在哪来 零 减纯那个 对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大家看这个 然后呢 你基本上 96%的牛奶添加量 这个 牛 96的牛奶添加量 21天的保质期 3.0克的蛋白 然后算下来每100克里头的含量是1.75 这是这个 然后再下来拿一个那个西玉春 西玉春也是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口味比较好的一个 但是因为口味好 它肯定就得有各种调和嘛 所以它里头除了有奶以外 还有糖 还有吸奶油 还有炼乳 所以它口感好 那同时呢 它可能牛奶含量就要低一点 比如可能在85% 甚至低于80% 甚至是80%等等 但具体多少 不知道 因为它没标 没标我们就不知道啊 然后呢 它算下来每100克的价钱 大概是2块3毛几 这个就是大桶 然后家庭装 这俩都是家庭装 你家里人多都爱吃酸奶 早餐的搭配一点卖片 或者放点土司 抹到土司上 或者放点蓝莓啊 都行 就这俩了 就家庭装 然后再下来自己一个人一次能吃完呢 价格从高到低 蓝哥哥 对 蓝哥哥这根奶呢 它是蒙古草原的那种风味的酸奶 所以如果是灵蔗糖的这一款 它是真的酸 但是它给你带了蜂蜜 也带了那些 像燕麦克力啊等等那些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啥 你看99% 99%的牛奶含量 然后剩下1%就是生牛乳 就是那个啥 就是活菌了 就这俩加起来 就全部了 然后28天的保质期需要冷藏 冷藏冷藏 3.6的钙 3.6的蛋白110的钙 这都挺高的啊 然后它单价也贵 7块4毛9 每180克 然后它还有一款是这个甜味的 有甜味的 然后牛奶含量就到了86%的 它除了一个糖以外 还加了奶油 肯定好吃 28天 3.1的蛋白 55毫克的钙 然后也是7块 4毛9 然后这是这个 再接下来请拿那个 卡式的 卡式 这是在深圳厂大家买的 这个也是一个深圳的企业 它的配料也是很干净 就是90%的奶 加上10% 可能就9%到10%的糖 剩下一点点 益生菌 25天保质期 2.9的蛋白100毫克的钙 算下来这一罐2块7毛7 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老百斤 老百斤是性价比之最 在今天的酸奶里头 性价比之最 它呢 没有写到底是多少的牛奶含量 但肯定是低于90 或者是85 因为它里头有糖 然后这一款里头还有蜂蜜 蜂蜜味里头有蜂蜜 没有蜂蜜味里头就是牛奶和糖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 然后当然有 我看好像刚是 就这几个 没有其他的 没了 剩下就是益生菌 然后它算下来的180克是3块3毛3 所以它的单价是比较低的 就是很划算啊 OK 这是今天的这几个酸奶 家庭装 上面这个无蜂蜜 淋着糖这个是牛奶含量特别高 下面这个就是好吃 牛奶含量相对就低一点 但它因为有自己的特点啊 所以它不是性价比最高的 性价比最高的是贝金酸奶 老贝金酸奶 这个就是一个 除了配料 除了牛奶和益生菌以外 其他啥也没有 再加了糖以外 没有啥也没有的一个 OK 它的配料比较干净 这是刚才所有的酸奶啊 酸奶结束了啊 sorry啊 掉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些地方品牌的 牛奶 刚才没说完 我们接下来把这些牛奶给大家过完哈 这个也是有人要的 专门点名的 这个叫鹤牛纯牛奶 可能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据喝过的朋友都在反馈说 奶香味很足 我们自己在青春前也喝过 确实如此啊 这个是鹤牛纯牛奶 鹤牛纯牛奶 在纯牛奶 这也是高温灭菌乳啊 高温灭菌乳里头 执行的国标都一样 叫做25190 它的蛋白是3.3克 然后钙是115毫克 脂肪是3.7克 算下的一罐是多钱啊 2块6毛6 2块6毛6 就是79块9就是80 80除以30嘛 对吧 2块6毛6 然后 206 通常是200或者250 它是个206 对 它是206克 别人现在是200毫升 我估计200毫升 可能也是206克了啊 标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这个是鹤牛奶 OK 可能是牛的品种不一样 所以牛奶的风味上 确实不一样 喝一口吧 要不然没法给大家描述啊 好好好 知道了 就是钢筋 就奶味足 钢筋嘴有一点点咸味 然后呢 马上它又有甜味 所以它煮糖量应该是比较高的 嗯 OK 这确实跟普通的奶味不太一样哈 三元 三元 三元极致纯状来 很多人是这个奶的忠实用品 因为呢 首先三元这个品牌就有很多长期来支持者 因为大家知道三元奶它的 在几次大的事件中它的口 口碑都特别好 然后北京人就基本上喝三元喝的多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这个单独就是针云针类极致这一款来说 它的口感受到了很多人喜爱啊 它是 看一下三元 当然三元有很多具体的产品品类啊 我们今天就说这个 这个3.6克3.6克应该放在那个高钙里头了 三元 它是3.6克的乳蛋白 然后呢是110毫克的钙 然后脂肪是3.4 是4.4 哇这个脂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所以它好喝啊 嗯 这个好喝 因为它脂肪含量高 也是六个月的保质期 它算下的一罐是96块5除以36 2块6毛8 2块6毛8 哇这个新的性价 3.6克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同样对比啊 如果拿它跟猛牛刚才那个啥 那个猛牛那个奶叫它 特伦酥 如果是拿三元极致跟特伦酥去比的话 一样的蛋白质含量 差了10毫克的钙 一样的脂肪含量 但是一罐这个2块6毛吧 上面是3块3 OK 这不是拉彩啊 这是比较啊 这是实事求是啊 朋友们 光说累了 这个产品 这个竞销商的 镜头前崩跪了 没有 这个奶性价比是真的高 在3.6的这个档里头 它是真的高 它的价钱甚至都可以跟一些 跟一些3.5 3.3 3.2的拼了 2块6毛8呀 要啥自行车 嗯 来 接下来这个圣木有机 但是这个就是可能对食品安全关注比较多 因为它声称是有机嘛 它声称是有机种植有机养植 而且是有机认证的 然后这个我也看一下 它 它应该就是常温的高温灭菌乳 虽然它 其他的卖点有 但是我们只按照它的加工方式来说的 它叫做圣木 我把它名字给你写 这个宣传卖点写上啊 有机 这样常常可能更满意一些 3.3克 然后115毫克的钙 然后3.9的脂肪 多钱一罐 它是82块9 大家看一下自己的价格 也是有券 有券是82块9 那就是83 83除以30 2块7毛6 2块7毛6 200毫升 嗯 我估计刚才那个贺牛奶也是200毫升 但它写着206克 对吧 别人都是以毫升 就是量来说 它按重来说的 OK 这个是圣木有机啊 它是声称的有机种植 有机养植 然后有机认证啊 所以如果是对 因为我确实听过他们的故事 就是在沙漠 周围全是沙漠中间那一片 就在那一片种的草 所以可能外界的病毒啊啥通常不会飘进去啊 所以他们的这个养殖 对牧草的环境确实重视 嗯 萝卜白菜各有所谓 大家对于食物的追求点是不一样的 有人更在意安全 好 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云南 啊 炸电啊 OK 炸电啊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了 之前我们在云南给大家找过的 纯牛奶 200克 OK 它的蛋白是3.2 中规中矩的蛋白 然后 钙是100 中规中矩的 就是将将满足标准吧 然后它的脂肪是3.8 这个多钱啊 两箱48盒 48盒多钱 嗯 因为没有投屏我看不到价钱 我说厂家可能不太喜欢 消费者喜欢 更重要啊 我相信厂家他们的目的也是让消费者更喜欢 但是你放心 我们处理一下 链接有问题 来下一个 哎 我一会给你再来一点啊 你别生气 你别难受 风行 风行这个好像是广州的是吧 也是 你像这类品牌就是好多朋友他从小喝他习惯了啊 风行 风行的纯牛奶 它的 蛋白是4.2 盖是110 你看基本就已经非常近了 脂肪4.0 然后这一罐是200毫升 算下来多钱啊 风行是36盒 这两个链接都出一些死问题 哎呀链接也有问题 来下一个吧 好 炸电好了 炸电好了 炸电多钱 2块7毛6对吧 哎不是炸电没够价钱啊 炸电刚才是多钱啊 平台有券吗 这是给我的券 79块9 79块9除以48盒 来自云南的炸电啊 这一罐是200毫升 1块6毛6 1块6毛6 哦 确定吗 79块9就是80嘛 80除以48 200克 80除以4080多钱啊 哎呀 新的卷王出现了啊 就是常规的这个价钱的奶 3.2克的蛋白 3 100克的钙 3.8的 算的1块6毛6的 你举个例子 如果拿它跟猛牛的三只小牛去比 你看它俩是非常近的 3.2克的蛋白 3.2克的蛋白 100克的钙 100克的钙 这个4.0的脂肪 这个3.8的脂肪 然后这个250 这个是250毫升 2.5 这个是200毫升 1.66 液体1克基本就是1毫升 牛奶可能跟水有一点点区别吧 但是不会太大 只要它不是油 就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风型也好的 风型也好的 是吧 1块6毛6啊 你 你分量大 你喝两盒啊 你喝两盒 不然你蛋白总量不是也上去了吗 风型是3.2的蛋白 110毫克的钙 4.0的脂肪 多钱 36 2块1毛9 2块1毛9 200毫升 哎呀 你要从这个点去说 云南的卷营了 炸电 Congratulations 果然是 广东经济更发达一些 它可能胜着成本更高些 需要朋友自己拍吧 嗯 咱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比一比赛第一有一第二吧 嗯 哎呀 接下来又是云南 云南卷王 新一代的卷王出现了 云南这个叫做 那我把上面擦掉了 上面我没地方写了 或者你再给我一个黑板吧 还有黑板吗 有 哎呀太好了 云南这个叫这个叫啥 雪兰 这个奶叫雪兰是吧 我找半天我都没看雪兰在哪写 啊 啊 啊 这个咱们之前点购 雪兰 她的蛋白是3.3克 她的钙是110毫克 她的脂肪是3.8 多钱 99除以50 1块9毛8 1 1块9毛8 200克 哎呀你看卷王只在云南中产生了 朋友们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一个是刚刚推荐出来的雪兰 3.3克的蛋白 110毫克的钙 3.8克的脂肪 1块9毛8的每200 然后刚才下面的卷王云南的炸电 3.2克的蛋白 110个毫克的盖 3.8克的脂肪 然后算下来1块6毛6 每200毫升 你可以 云南纸和云南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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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接下来这种就属于调制乳了啊 嗯 这个就跟刚才那个执行的不是同一个国标了 你看它是80%的复原乳 这里头有水 有奶粉 有炼乳 所以它是拿水奶粉炼乳 先搅到一起 然后再加了水 再加了白砂糖 再加了这个 浙糖脂肪酸脂 单霜甘油脂肪酸脂和食品用香精 OK 好喝 那这是它的特点 哎呀 你别小看人这蛋白质老高了 蛋白质5.9 哎 不是它是每245毫升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这这 我大意了 没有闪 别人都是每100毫升 他跟我写每245 那就是每一罐里头有5.9的蛋白 221毫升 这就行吧 这就是好喝 你要喝习惯你就买它就行了 嗯 没有啥需要特殊给大家讲的 他算下来一罐多钱啊 这个 啥也不比就说价钱吧 咱们有6 有12罐是245毫升的 还有6罐是240毫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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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旺 哎呀那那算不了 那价钱也不方便算了 这个就是你要是喜欢你就买好吧 这只要你买了吃喝了对吧 你没浪费没糟蹚耶 嗯 奶就完了对吧 啊咯 对奶吃完了 所有的牛奶都完了 我们这样子的有些效率 是吧 还有没讲的 连add后码牌都没拿上 管人搞不搞 你这是主动的给考生制造困难我跟你说 嗯 行那我爸在 啊那奶粉还没过行行行行 来接下来剩下是奶粉了啊 好 刚才说家里长辈喝牛奶肚子难受的 来 羊奶粉来来 羊奶的蛋白颗粒更小 相对来说他也更好吸收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他喝的肚子难受 羊奶粉但羊奶就贵 因为牛一升可以牛一 不是牛一升 牛一天可以挤出几十升的奶 羊不行 羊的奶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羊奶本来就贵 OK 这个具体的机制是啥 屏幕是黑的 我看不到价钱 一罐是400克 然后两罐装的话是158 不是我得看到价钱这些 158 两罐就是800克一斤六两 对吧 你看奶粉确实贵 然后再领域 这也是领域的是吧 175克的纯羊奶粉 这是奶片 然后还领域奶粉 还领域羊奶灶 羊奶灶 羊奶灶 羊奶片三袋 三袋羊奶片 然后小的羊奶灶 小的羊奶粉 然后再羊奶灶 两罐羊奶粉 高品质 确实确实价钱高了 确实价钱高 这就跟刚才卷性价比那些不一样了 羊奶 这是负品的羊奶是吧 看一下 富品这些年 羊奶 士饼 这些产业非常的好 确实是富品 需要自己拍吧 羊奶粉 没有其他跟他比的羊奶粉吧 对 那就是没法比了 没法比性价比 因为只有他一个 蓝胖子 这个奶粉 这个是你在年前去说那一天卖出的 好像说是近千万是吧 对 那非常的欢迎 这个奶粉 性价比老高了 老好喝了 99块钱 一桶 有全纸的 一桶 99块一桶 99块 188 两桶 两桶就四斤 四斤奶粉 老人喜欢喝热的 你给他是喝 可能甚至买奶粉 更那啥 因为他拿这个 还可以 奶粉冲了 还可以泡点什么什么麻花啊 那些吃 对吧 然后呢 可能冬 这个冬天喝奶粉更多 夏天但有的人还是习惯还是喝奶粉 你也可以调整这个奶的浓度啊 对吧 喝冬的一个多放几勺 喝蛋了 你少放一勺 奶粉 奶粉是常年销量的比较好的 然后这个的原产地是澳洲 它的奶源是来自澳洲 OK 算下来四斤 是 两斤是99 算下一斤的钱 50 还有一个奶粉 是吧 奶粉 咱也能卷出性价比来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 这个 德韵的全纸奶 我以前给我家人买过 我爷爷他常年就喝奶粉 他不喜欢喝叶体奶 叶体奶他远远不喝 真的老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你有时候无法理解啊 但你就学会尊重 就是我就一直在给他买奶粉 一次就是几箱几箱的买 德韵的奶粉就立马便宜很多了 这个是29块400克 对吧 1000克59块9 这个1000克是99 来大家对比一下 此刻拿奶粉跟奶粉卷起来 这个1000克两斤99 这个两斤59块9 就是年60块算 是吧 所以这个便宜老多了 然后我再给你对比一下 它里头的蛋白含量 我估计是没有多大区别 蛋白质含量 这个是每100克中是33.5 这个是25.1 其实蛋白含量是有差异的 这个33.5 这个25.1 然后钙这个是每100克中 是1056毫克 因为这是干奶粉 这个是837 OK 这个配料是生牛乳大豆磷脂 配料非常简单 这个里头除了大豆磷脂 好像还加了一些其他的 这个营养物质 OK 奶粉 性价比高 这个性价比是正高 2斤啊 2斤60块钱 你可以每天给它多瓦成几勺 你别管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 我多瓦成一勺 你再看咱俩喝这个杯里头 谁蛋白含量高 谁给含量高 我多瓦一勺 我便宜呀 对吧 奶粉也可以卷性价比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还需要这个里头泡个奶 麦片的 我给你找来 除了麦片 麦片好像也有好几个呢 是吧 麦片 麦片 就这一个 感谢再给大家上吧 对 然后当然搭配那面包那些今天是不是也有啊 那其他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 好 然后接下来拿那个我再说一下 这些就是只要是 其实三岁以上都能喝 就是三岁以上和三岁以下是两种食物标准的 飞鹤 奇奇哈尔黑龙江的品牌 学生的奶粉 这些就不是说纯奶粉 它就是里头会给你加一些DHA啊 你看 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 脱质奶粉 乳糖 然后呢 D聚义麦芽糖 然后呢 DHA ARA 维生素A 维生素B 维生素B6 维生素C 胭酸液酸液黄素 碳酸钙 硫酸钙 钙铁钙 这些就给你补 OK 比较贵 两罐 800克 一罐各800克 那两罐1600克 159 OK 它就是给你加了一些那些东西啊 当然如果说你的孩子每天都在吃那种营养片 像什么 大家常吃那种叫什么来着 一大片就是 就是那种叫什么常见那种 这里头钙呀 维生素呀 什么胭酸液酸那些全都有的那种东西 那种营养片就好 如果孩子每天吃那个 你就买普通的奶粉就够了 因为那里头足够了 就是那一就是 硬药片呀 你表示 我们可能想说我没吃过 有点困难 不是钙片 不是钙片就是纯补钙嘛 现在那种里头既有钙 还有维生素什么A D E 铁心锡全都给你加进去 他们就是组合的一些维生素片 对对类似于 对对类似于 复合维生素片呀 扇存啊 对对类似于那类 如果孩子每天吃呢 你就没必要买这 实时求是 实时求是 因为那一片 把它啥都补完了 然后你买的iPhone 你就买的得运 老便宜的 两斤60块钱 商家想挣 给你挥点钱真难的 还有再加领域的200克 100克乘以两盒的一个人 OK 经常的学生奶粉 对对对 全部啊 大家看一下 自己拍啊 三岁以下的奶粉是不在直播间买的 直播间不允许买那些 所以这些都是三岁以上喝的 三岁以上喝的 其实你要说有多大区别 这个里头也是给你加了 你看 生牛乳 然后给你加了低盐乳清粉 然后有什么麦芽糖 然后低聚果糖 全脂乳粉 然后有DHA ARA 乳铁蛋白乳 出乳牛花什么什么 维生素C维生素A 维生素D3 胡萝卜素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个跟刚那个比吧 嗯 这个跟刚那个比谁谁更贵 这个是儿童成的奶粉 那就是三岁以后的 三到六岁之间吃的啊 刚那是中学生吃的 年龄不一样没法比 嗯 这个是三到六岁吃的 刚那个中学生呢 中学生呢 你都是15到18的对吧 嗯 然后还礼遇的这么多 主要就是奶粉啊 钙啊 其他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啊 188块8 188块8 一大桶 两小桶 在这三盒 270克乘以2 加100克乘以3 OK 300克 540克 例如840克 840克再加上700克 1540克 OK 三斤 哥 我们今天给大家磨了个福利 啥福利 突然苏这款奶 突然苏这款奶 咋了 对 然后买两箱价格更好 你可以看一下 突然苏买两箱 对 两箱没有选的 他直接就是认定两箱 直接就是认定两箱 然后我们点一下结算 他立马就变成了70块 啊 两箱75块8 哎呦 那他的价钱就又一次卷出新高度了 对 你给我算一下75块8除以32 好 那四五一算 那他的价钱就减低低了 哎呀 你看这还是得那啥 品牌是不是看到我刚刚这样算账着急了 2块3毛7 75块8除以32 2块3毛7 那你从2块3毛3变成2块3毛 2块多少 2块3毛7 它变贵了 真的假的呀 不对吧 对啊 那你还是没有3元的便宜啊 3元的2块6毛8了都 你们再算算吧 算了一次之后发现更尴尬了 啊 品牌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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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块3毛6 你算错了 2块3毛6 45 哎呀 那这样算下来 对不起啊 三元 对今天 我是一个现实的男人 2块3毛 你确定这是特伦苏算下来 2箱的价钱 是的 新的卷王产生了 2块3毛7 45 好好 你刚跟我说的3块3毛7 2块3毛7 对 那它就是便宜 对 250毫升 哎呀对不起 那我刚把钱算错了啊 也不是 因为我们刚没算2箱 是吧 所以大家 莫让是2箱 2箱起拍 价格很合适 你看 你要想买4.0 你就买牛是2箱 你要想买3.6 你就2箱买蒙牛 对不起啊 就是这样 或者你要不建议那几分钱的差异 9分钱的差异 是吧 你就买3元也行 因为北京的朋友喝3元喝习惯了 OK 或者厂家哭了 良性发展吧 厂商越多牛奶市场越会良性的啊 还有啥要说的吗 没了 就是说了是吧 那我接下来把牛奶迅速再总结一遍啊 好 大家根据次序去拍 如果 你喝奶的第一习惯是 你能接受 量着喝 你能接受量着喝 冰箱里取出来那种喝 然后你对牛奶的营养和风味要求更高 对价钱不敏感 来 你买的是这俩 要么是每日鲜雨 要么是月鲜活 都是全程冷藏的 保持期短 要一个是15天好像是 是吧 一个是 这个是15天 这个是19天 好喝 营养权 贵 得冷藏 但是你说我习惯把它煮开了 那你就别买它了 因为你一煮开营养都破坏完了 OK 这是牛奶的第一选择 它们都叫做低温灭菌乳 或者是鲜牛奶 价格高 然后按照这俩算下来 其实价格更实惠的应该是每日鲜雨 同样的250毫升 接近250毫升 它的一罐是5块钱以下 然后月鲜活的一罐是5块9了 OK 每日鲜雨 就是单纯从价格上来说 如果您对口感有偏好 那您按照口感去说 这是这个 这俩奶都是 你就平常取出来 你可以放一下 它没有那么凉的时候你喝 但你要说你把它煮开 没必要 你就糟蹋了 因为你里头很多东西就破坏了 如果你就是习惯煮开了喝 那请注意 来 你也对 那个就是家庭理 家庭有冰箱你才行 学生到学校拿呢 不行 学生的学生拿到学校 它温度太高容易坏 家里的老人喝奶 你还让他10天喝完 20天喝完 想到美他一个月能给你喝完 都是好事 那你就被买 所以那个就针对于自己住在家里 对牛奶品质有追求 能接受喝两奶的朋友 OK 再接下来这些 学生往学校带的 因为学校没有冰箱 或者老家给爸妈买的 别说20天喝完 他有时候两个月都喝不完 你就买这些 因为这些全是超高温滅菌乳 接下来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 6个月 都是6个月 然后从蛋白从高到低的排行 欧德宝 4.0克的乳蛋白 130毫克的钙 3.8的脂肪 3块5毛4 每200毫升 安家是4.4克的乳蛋白 这个是最高的 OK 这个是欧德宝 之前有朋友买过 已经习惯它的味道 你就买它 这个是安家的4.4克的乳蛋白 然后122毫克的钙 135毫克的钙 然后3.3的脂肪 算下来一罐 4.3毛 价格也贵 接下来今天的 在4.0克以上蛋白的 性价比脂肪是 这个纽士兰 一次买两罐 它的奶源是澳洲进口 一次买两箱 算下来一罐的价钱 就到2块9毛7了 2块9毛7 买走4.0克乳蛋白 122毫克的钙 和4.0克的脂肪 用券买两箱 注意抖音普通版有券 你要用急速版可能没券 所以这是在上面4.0克的阵营里头 它是性价比最高的 当然仅针对于性价比说 如果您对上面口感有需求 您就拍自己的 然后再接下来 这俩是在3.6克乳蛋白里头的竞争 一个是猛牛 一个是北京三元极致 它们俩的蛋白含量都一样 都是3.6 盖内一个120 一个110 脂肪的一模一样 然后价钱上 猛牛如果买两箱 特伦苏买两箱 是两块三毛七一罐 如果买三元呢 是两块六毛八 有区别 区别两毛钱呢 我刚刚不是说错 我刚刚说九分钱 说错了啊 两毛多呢 一罐 就这罐奶的区别是两毛多钱 但是都已经很便宜了啊 安家两箱 他说安家两箱 算下这三块多啊 真的假的 我们再确认一下 稍等 哎呀对不起 那我这又 我又要变心了 嗯 安家如果是两箱是多少 两箱也得14块钱 是吧 那可能是他那块 他那是不是有券 嗯 OK 朋友说我账算错了 可能是有的朋友 那块你有券 对吧 对对 他可能有个用掉的券 所以刚才这几个都是高蛋白啊 牛奶现在只要是超高温 魅菌肉里头 成本是非常透明的 就是蛋白含量从高到低就排 就是这样子 OK 我把这也给你放这 这就是从高到低 然后再接下来到常见的这些里头 德亚3.5克乳蛋白 120毫克的钙 3块3这一罐 这个是3.3克乳蛋白 这个是3.5 这个是3.3 2块6毛6一罐 然后再接下来 三只小牛 这个3.2克乳蛋白 2块5一罐 鹤牛3.3克乳蛋白 口感不太一样哈 有的人喜欢这个 2块6毛6这一罐 圣木有机 3.3克乳蛋白 2块7毛6一罐 接下来卷王来的 来自云南的炸电 3.2克乳蛋白 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它一罐 1块6毛6 然后来自广州的风行 3.2克乳蛋白 常规 一罐是2块1毛9 下一个卷王 也是来自云南 是这个叫雪兰 它是3.3克乳蛋白 一罐算下来 1块9毛8 在这些里头 这是按照 就是基本上是蛋白含量 从高到低的排 然后最便宜的是这俩 家电跟雪兰 两个云南的选手 便宜到震惊 它们都是低于3.6的 这个蛋白含量 从高到低的排 OK 那边是高于3.6的 然后再接下来有几个 这个是脱脂的 脱脂的 脱脂的也很便宜 但是因为它是脱脂的 所以不能跟那块放 脱脂的是2块3毛3一罐 然后这个适合婴儿的 A2 Beta的 就是小孩子可能喝普通牛奶 会肚子胀气的 你试试这个 4块0 4分 一罐 OK 剩下前面都已经 从高到低给你排了 按自己需要去排吧 口感哪个好 口感要是在这些 灭菌乳里头 肯定是前面这几个好 因为这几个脂肪含量高 脂肪含量高的 肯定会好喝 OK 然后在这几个里头 脂肪含量 口感有的人喜欢喝牛奶 然后有的人喜欢 剩下这几个基本都一样 脂肪含量3.6 脂肪含量4.0的 脂肪含量3.4 对 脂肪含量高的肯定好喝 但是营养成分上没有太大区别了 OK 这是所有的牛奶 然后刚蒜奶也给大家喝过 这个酸今天价格很合适 但是它是近期的奶 4月份的奶 4月份的奶 对 大家可以放心拍 生产日期比较近 对吧 OK 就是特伦酥拍两箱 对 性价比比较高 对 3.5以上的特伦酥拍两箱 性价比高 3.5以下的云南的炸电 或者是云南的这个 这俩都是性价比之王 是的 因为它今天价格很合适 对 大家不用担心那个生产期的问题 是近期的 好 然后我再把酸奶过一遍 我就可以讲书了 这是酸奶 如果是家庭装 如果是家庭装 注意买君乐宝大桶 或者是买蓝格格大桶 蓝格格大桶 那不是不是那个那个啥 奶皮子大桶 对西域春 就是你要是家庭装 酸奶你就买这几个 全是大桶 性价比高 好吃 这俩的特点是更好吃 家庭装大桶 这个的特点是 牛奶含量更高 而且它是零蔗糖 它里头给你放的是木糖醇 然后再剩下那些奶里头 首先是蓝格格 它售价比较高 蒙古风味的酸奶 零蔗糖的这个是99%的牛奶含量 剩下就是益生菌 但是它给你带了蜂蜜 和那些添加的果干 你可以自己去加 然后再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卡施 这是一个深圳的品牌 有喜欢的朋友搭自己去拍 它的牛奶含量是90% 剩下是糖 然后酸奶里头性价比最高的 就是活性均原 就是需要2-6度冷藏 冰箱冷藏的 是一款老北京酸奶 OK 这些以上的 全部都是要冰箱冷藏的 冰箱冷藏 这些全是冰箱冷藏的酸奶 这个也是要冰箱冷藏的 简爱配方 最后这个呢 不用冰箱冷藏 6月保时期 完了 给你自己去拍吧 我今天其实还准备了一本书 我迅速把书过去 还有一个科迪牛奶 对对对 还有这个来自云南的科迪选手 你要说科迪属于哪些 科迪应该属于后面这些 对 是来自河南的 河南我说错了是吧 来自河南的科迪牛奶 小袋 然后呢 有的人喜欢它的口感 它是很多人反映比较好喝的一款奶 来接下来我的书拿来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 蚊子是什么 你看到别人对你否定突然就有情绪了 你看到别人对你的无视你突然就愤怒了 蚊子就是你随时随地生活中出现的情绪 大象呢是这些情绪背后的心理原因 不是不是翻动的是心动的 OK 其实一切的情绪来源都是你的内心 所以这本书呢是一个心理学的书 这是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直播间推荐一本心理学的书 但是我觉得它有必要 因为长时间的观察评论区我会发现 有的家长在反馈学生家里学生的问题 或者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甚至有的人说自己的问题啊 好像说的是生活的困境 但你仔细想一想 那不是生活的困境 那是心理的困境 所以 想让大家抽时间去看看这本书 就是你长期容易感觉到闷闷不乐 容易被别人情绪所影响 容易被生活中一些琐事所牵绊 大概率是你的情绪问题 不是你生活不顺 举个例子 有的朋友呢 他在生活中 永远 相比自己内心的感受 他更关注别人的反应 他甚至察言观色 发现我今天说这个话他不满意 是不是我刚刚这个话说的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 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下我说话的方式 别人在问说你是想要这样 还是想要那样的时候 你是想要跟我一块走回家 还是你坐车回家 明明更想坐车回家 但是他好像是想让我跟他一块走吧 我就于是鬼使神颤的说了 那我跟你一块走 别人问了你你是想吃辣的 还是说就是咱是三鲜果 你明明不喜欢吃辣 你吃辣特别难受 但是他无辣不欢 你最后说 那我我跟你吃辣吧 讨好性人格 讨好性人格在生活中如果短期还行 但长期就会形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内耗 因为你永远在第一时间揣摩别人的心思 而不在意自己的感受 谦虚可以 宽容也可以 但如果长时间忽略自己的感受 你会长期处于一种精神掏空的状态 你的情绪会越来越真空 越来越真空 有一天你就爆发了 你感觉老子不玩了 对谁都不满意 这就是长期以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讨好性人格的第一个特点就是 老害怕别人不满意 很少考虑自己的真实感受 这就是自我伤害 而且长此以往一定会爆发 有几个特点 你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 比如第一个 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交往的时候 你明明有自己的想法 但你总是不敢说 比如他给你挑了点东西 挑了点衣服 你说这个喜欢吗 你其实不喜欢 他问你怎么样 从他的表情开始很喜欢 你说我还行吧 还行 行吧 不好意思拒绝 有的人 有特殊情况 比如说如果出于职场 有时候压力 那大家不敢说 但很多时候生活中 如果平等关系 你也这样的话 那就是讨好性的人格 还有第二个就是 不敢在别人面前表露你的负面情绪 自己一个人死扛到底 就害怕给别人制造麻烦 但其实我们知道 有时候亲近的关系之间 就是彼此亏欠 彼此制造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这种夫妻之间 受害者角色 但是又假装 啥事情都没发生 不敢说 或者有的时候孩子 从小被表扬乖 孩子就总想当乖的孩子 他会隐匿自己内心的所有想法 只为了让父母满意 都是讨好性的人格 讨好性的人格 其实最本质原因就是 就是 就是生活环境过于高压了 别人对你的期待很高 你也从来没有被别人提醒过 其实自己的感受重要 所以长此以往 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最后就成为他好性的人格 然后我举个例子 大家之前看过李娟老师的书 对吧 去年就推荐过 然后今年的这个 我的阿乐泰特别火 然后很多媒体去采访大了 大家会看到他在 言语之间经常就表露出一种观点 就是他好像就是一种他好性的人格 想要被别人喜欢 想要被别人所接受 一旦有一个人提出说 不喜欢你 对你有不同的 对你有批评的时候 就特别难受 啊 他不喜欢我 他不接受我怎么办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 你爱喜欢不喜欢 我肯定会被一些人说不喜欢 只要有认可你的人就行了 所以人找的是 灵魂相投 然后价值观相似的人 而不是取悦所有的人 如果说你总是想要 所有人都开心 第一个绝对没办法成功 第二个你一定处于生活的痛苦之中 这就是讨好性的这个必要的特点 不敢做自己 总是会托其所好 心态很卑微 把别人捧得很高 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的想法 不敢自由的表达 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别人的一个眼神 甚至一个不喜的语气 一个动怒的表情都会让你难受很久 别人对你一批评你都特别介意 哎咋咋地好吗 谁生下来是伺候你的呀 你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就有一天你决定跟这个世界 保持一点距离 你决定跟像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后退一步 就是你要去克服这种讨好性心理的一个 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了 就是你决定从这个世界往后退一步 你才不是有句话吗 叫做不能听命于自己者 就要受命于他人啊 你要是不听从自己的声音 你就一辈子会听别人的声音的 当然如果是你是长期被支配性的那种地位 时间久了 你就会被受环境所影响 就会形成这种人格的 你发现小时候小伙伴一块在一起玩的时候 你就是跟在后面的那个人 后来在班里 不是选干班干部一群群人特别勇敢 往上前站手 你也是永远在后面跟着投票的 然后所有人想听出答案的时候 你一知道他要啥 你就说出那个答案的人 你长期就被这种环境所影响 你后来就成了讨好型人格了 所以怎么办呢 第一个你要证实自己的情绪 我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你要知道你自己感受 而且你要敢于说 首先从敢于在乎你的人面前去说 然后 不在乎你的人 你更应该勇敢说的 但是时常中 你知道我们生活中造成一个特别尴尬的事 对爱的人肆无忌惮 对不爱的人谨小神威 网上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说了一句 哎呦难受的要死 身边人整天说你让他很难受 你却不在乎 你恰恰搞反了 能理解吗 因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互联网时代里头 无法避免这种事情 所以 把你内心感受说给他 你像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 你不要这样说 你这样说妈妈会伤心的 因为妈妈很爱你 所以你说这样话的时候 妈妈感觉不到你 你对妈妈的关心和在乎 但是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看就是说出自己的情绪 我给大家以前说过 不要情绪化表达 而是表达情绪 情绪化表达 你又在让我生气 烦死了 每天都是你 家里永远都是你 这是情绪化表达 就是发怒 而表达情绪是你的行为 让妈妈很难过 因为妈妈不想要你 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 所以妈妈希望你跟妈妈 就是冷静的交流 但是妈妈也知道 你有时候会生气 你先冷静一下 你再说 你看这是表达情绪 两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人需要表达情绪 但人不需要情绪化表达 因为你只会火上浇油 所以第一个 就说出这个 正视自己的情绪 第二就是尊重自己的需求 你把自己的感觉放到首位 当然我们不是说永远放到首位 永远都把自己的情绪 需求放到首位 就成自私了 适当的 在无关紧要的 或者在以自己心里 特别重视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要在意自己的感受 这是第一种 就是讨好性认可 第二种呢 还有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 就大家经常会在高速上 或者高速上很少 在城市的环路上 或者城市的道路上 你看着 你经常会发现两个人 在路上吵架 后面堵车堵上一大滩 整个二环堵得跟停车场一样 然后你走到最前面 发现两个人在路上吵架 原因是车把车蹭了 车把车蹭了 多重要的事情 车本来就是个奴才东西 车就是要用的呀 车呀 你撞了就撞了呗 你有保险的对吧 就要是人没事就行 但你有时候会发现 人就会陷入那种情绪的 那个角落里 就是那一刻你身体 就是动物的那个基因被唤醒 你是要打还是要逃 你数百万年来进化的那个东西 一直残存在你的大脑里 那一刻你死去的祖先的基因 开始控制了你 你那一刻觉得 你要不下去跟他吵两句 都有损运一个男子乞丐的尊严 但其实在所有人看来都很傻 而且很多男性觉得 哎呦我在晚上走路上 那人跟我看脸 我不干嘛过去吵两句 好像我旁边女朋友 或者妻子都小看我 不 只有你吵的时候 你妻子才觉得你傻 但是男性会给自己灌入很多 这种男性居多 就是这种暴躁性人格 但女性也有啊 男性偏多 就是大家想要体现自己的一种 控制地位 一种权威性的时候 需要身边所有人向你表示服从 没有人 会那么在乎你 我的意思是 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那么在乎你 然后别人一不在乎你 你就觉得哎呀 他在挑衅我 这就是一种那种alpha 就是男性生的那种alpha 就是就是领袖的那种 那种欲望在作祟 过于敏感 自尊心过于强 总觉得别人话里有话 总觉得别人在轻视自己 容易生气 还有呢就是对事情缺乏耐心 不愿意听人解释 我说的就是对的 只有我说的才是对的 那未免太过武断了 这种本质原因的 还是自我保护 防御机制太重了 可能他从小生活的环境 周围的人就是过度的反应 人是需要自尊的 当然我们需要自尊自爱 但自尊不意味着 这个世界永远只有你对 真把自己当霸道总裁呀 只有你永远是对的 永远你说啥都是对的 别人都按照你的意见来 随意定义任何一个人 想的没 不可能的 对吧 别人不说可能是别人沉默 别人有有礼貌 善良 但不是说你说就是对的 然后你不能说别人否定你说 你瞬间就炸毛了 活在自己世界里太久了 这是第二种这种情况 报复心中 敏感 易怒 这是这种 但这种的心理其实本质上 还是可能从小生活环境的原因 当然有的人天生会如此 是 但大部分是环境影响 就是容易把任何事情都上升到尊严 呃 侮辱 然后嘲讽挑衅上来 有时候就自己反应过多了 这是第二种情况啊 或者说书没了书没了就没了 没事啊 能讲 加库存是吧 还可以加 就是你越是寻求报复的人 你生活中的伤痕就越是多了 我们说忍者无敌 听过吧 忍者才无敌 注意我们可没有说强者无敌 忍者无敌 你知道强者和忍者的区别是什么吗 强者是你可以靠暴力去征服 但你充满了敌人 忍者无敌意味着你一路走在全市市长和朋友 所以没有敌人 不要太容易被别人激怒 因为容易被激怒之后 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情绪容易被别人操控 所以你就容易被别人利用 这是第二种情况 暴力性暴力沟通性暴力表达性暴力相处性人格 第三种呢就是换得换失对自己不自信 在男女谈感情的时候有其体现 在男女朋友的关系中有其体现 就是随时感觉他都要抛弃你 随时感觉他都不爱你 然后经常 哎呀我好像是这种人 害怕失落 害怕受伤 然后呢不敢完全沉寂在爱里 每次特别开心的时候就总有一种不确定感 你说我真的是这种 我记得小时候每次过年的时候 所有人鞭炮齐鸣 大家穿的新衣服欢天喜地收到红包那一刻 我突然内心燃起一种 诗人般的哀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老难过了 我经常是呢 在生日的时候一群人聚一块 祝你生日快乐 我快乐啥呀我经常不哭吧 我就经常认为这样子 哎呀这也是日本书里说的 经常产生孤独的情绪 容易在喜悦和欢笑中突然产生一种失落和悲观 然后很难产生足量的信任感 一旦别人拒绝你一次就不对人抱任何期待 哎呀这说的就是我呀 原因是成长过程中物质条件相对匮乏 对于拥有这件事情不是很确定 在两性关系中呢总是喜欢胡思乱想猜忌 因此变得敏感和脆弱 这是一种焦虑 可能总是没有获得 所以一直在担心失去吧 你是哪种你笑你是哪种 我就不相信你是完美的人格 没有 你是那种 我给你分析分析 啊 你是印度性人格吗 没有 那你是刚刚第一种吗 你跟我一样 嗯 啊商家没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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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随 然后呢就是总是跟特别美好的东西保持适当的距离 你感觉啊那么好 不我肯定不配我就跟他保持点距离 这样我失去的我也不伤心 就是花最终都要献呢 所以我就一开始就不看花了 我就不养花了 宠物都要死呢 我就养它那刻我就 就埋下了一个悲伤的种子 所以我也不养宠物了 就这种形态 总是把自己和热闹和幸福和人群隔离开来 给内心造成一种刻意的诗人般的神经病一般的哀伤感 哎 觉得自己无法维持一段长期稳定的幸福 觉得自己无法长期拥有一种幸福的状态 所以考虑事情永远是悲观为前提 总觉得自己首先会失去 这就是周恩怜所说的 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 倍感幸福 在获得幸福的时候 开始患得患失 我们皆是如此 没出买了 买点奶吧 两箱更实惠 患得患失 啊 哎呀 有道理有道理 没说了不讲 改天我们再讲吧 朋友说灰灰讲的是我吗 你说明你也是这种人格 就是不配获得感 你看这个词用的多准确 就是不配获得感 只一方面可能是别人对你过多的否定 小时候的家庭 学校长大之后的职场 都会有影响 长期的贫困是会 挫向一个人的锐气 打击一个人的信心 否定一个人的价值感 你不行 你弄不了 你不可能获得 你中间失去这些话 时间久了 人就会 就会产生这种影响 所以患得患失 本质上还是不自信 你是不是也一样 所以呢 当然你知道这种心态 最终你要咋调整啊 就是你把得失要看淡一些 更在意过程 而不是在意结果 对 花最后是要卸的 但是 花期最好的那些天里头 我闻到了花香 看到了花色呀 我不能是因为花要卸 所以我从一开始不种花呀 不能说 就 终将离开思路 从一开始就不拥有啊 对 你确实要避免了事情的接受 你也避免了事情的开始啊 得失心太重 所以你就去享受过程就行 嗯 这个奶今天货有限啊 啊 这个奶今天的货 现在只剩一万单了 只剩一万单 对 哎呀你听这个用词 我已经卖出三万单了 卖出三万单了 对 在3.6克乳蛋白的牛奶中 今天它是新的性价比之王 因为我刚没有算它两箱的极致 你按照两箱去买的话 算下来它一罐大概是两块多钱 对吧 3.6克乳蛋白 120毫克的钙 然后3.6克的蛋白质 4.4克的蛋白质 这个脂肪啊 36克蛋白质 4.4克脂肪 120毫克的钙 非常实惠 直接买两箱 一罐算钱两块多是吧 买两箱 嗯 给老家的父母送去买这个 给孩子学校喝去买这个 因为 不是 因为他不需要在冰箱里冷藏 方便 对 常温储存 这是他 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在常温储存奶里头 它属于 蛋白质含量高 钙含量高 脂肪含量高 就营养价值高的同时 又 价格便宜的一个 嗯 他们说6 我担心是现货啊 4月份的货 4月份的货 对 我们说9号上播 咋了 我9号休息呢 是吧 因为9号是端午节假期 然后你是休息的 啊 我是端午节假期 对 8、9、10 是端午节的假期 8、9、10 要求9号上 那我就得 那我就得8号回来 9号上完再走 回手咋说 没说上啊 哪说上 这是刚才写那个墨 这是录节目烫的 它货存就这么多 加车货 只有1000单了 大家有需要就去拍吧 你不是1万单吗 我就卖完了 1万单就是1000单 又剩1000单了 哦 这么快 嗯 卖了一碗上奶了啊 我卖了一碗上奶 你然后你过来 你先说 回回赶快上奶啊 家里奶喝没了 卖的时候你永远不在 在3.5克以上的蛋白质里头 今天的性价比 两款 超高 一个是特伦素两项买 没了 没了 特伦素没了 别浪费时间了 你又是两 两箱买 4.0克的蛋白 比刚刚3.6还高 4.0克的蛋白 4.0克的脂肪 122毫克的钙 直接买两箱 普通版的抖音进去 还有券 算下来一罐是 143两箱 是48 不是一罐多钱 我记得我刚算过账 性价比之王 嗯 我的意思在针对于今天我们所卖的这个3.6克蛋白质以上的里头的性价比 对 我是有限制条件的吧 是的 我只要定语加的足够长 我的语言就足够准确 是的 2块9毛8 2块9毛8 性价比很高的 都应该给我弹穿 看啥了 偏让跟我弹 我叫这么长的定义 你偏让给我弹穿 假的 我长得令人不适了 太帅 确实帅得令人不适 哈哈哈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罚了 好吧 这个牛奶还有啊 9号 我我我看吧 我看吧 我要是 看能调整吧 我本来是想着9号之前带家人出去 哎呀9号两年了是吧 是的 也可以回来上班 哎呀我们都两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不知道两年前看这播的人 现在还有多少人 卖奶的啊 克迪这个也是很好 大家前一段时间买的口感很好 先玩卖2000万的奶的是吧 接近1500万的U8 对 2000万的奶 一路均沾呢 克迪已经卖了4万弹 4万弹的克迪 你说克迪有几个优点啊 第一个 它是高温灭菌 它不是超高温灭菌 刚给大家讲了几个 第一个巴士灭菌 它是低温灭菌 65度到75 5度之间 还有个超高温灭菌 是135到145 中间有那么一档 上面那一档牛奶保质器一般是 7天9天10天15天19天 是上面 然后下面那种是六个月 甚至有一年的 中间会加着一些一个月保质器的 叫做高温灭菌炉 相比巴士的呢 它们灭菌程度能高一点 当然成本也会降点 相比超高温灭菌乳呢 它们营养能恢复一点 当然价钱也会高一点 所以 这是这一类 大粉一袋装的为主啊 然后保质器在30天 你看保质器36天啊 需要朋友自己拍 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的口感 嗯 这几乎是河南朋友从小的回忆 我们欢迎 呃 传奇啊 河南小伙 正宗的校伙 河南小伙来了 哎呀 我来帅哥 尝尝 哎呀 袋装的啊朋友们 这个 所以 一咬就行了 嗯 大家都说一直在 不是花花牛花牛 今天好像没有是吧 对 没有 我们再给大家找 嗯 咱们这一次也没有覆盖全部的 后面我们还会算其他的 哎呀 行啊 来就剩9000单了啊 5万单你有了 科迪还有9000单 对 卖了5万单 卖了5万的 哎呀 恭喜厂家啊 还剩9000单 那我估计一会你买完了 是啊 一会就买了 嗯 今天晚上买出的特别快 啊 19块9啊 对 19块9 19块9 16单 那算一单一块多一点 一单一块多一点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喝不完 因为小单的你也忍 滋一袋 滋一袋 不注意一会一袋 一会一袋 嗯 而且这小袋你看不管是你夏天要做个咖啡啊什么的 你也不用担心浪费 对 因为小袋的它量小 这一袋的 100克 就100毫升 你买那种罐最小罐的200 就是200 200或者250 这个是100的 嗯 而且这个奶就是口感 嗯 也便宜 一这儿算下的一块多一点 今天也有这个咖啡夜 给大家搭配 搭配 咖啡夜谈一下 对 嗯 牛奶咖啡 咖啡里开了北边 怎么说 这个 累不累 要不要 啊 啊 就是 我们给大家线首歌 线首歌 你看 刚刚说咖啡 刚刚说牛奶 这正好牛奶咖啡 一个苦一个甜 咱们来一首这个青春洋溢的客气 咖啡 这叫拿铁 拿铁 对 咖啡 咖啡 课地没了 9000蛋没了 给大家分了吧 6万蛋没有了 6万蛋 6万蛋 是吧 您的234都是跟咖啡有关的 大家可以自己选咖啡可的 这是今天性价比高的 而且是高品质的 但买这4.0克以上 按两箱买 然后普通版进去有券 你要买完的 你可以用你家人的券去买 给你买 给你婆婆家买 然后这个娘家买 都可以啊 哎 我们俩应该是那个 无名的人 请你一杯酒 那今天是准备了一首新的歌曲啊 朋友们 不是两年 对我跟两年前可能都不一样 两年前的我感觉年轻一些 现在依旧很帅 哎呀 谢谢谢谢 来吧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一首歌曲 也是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 叫做蒲公英的约定 小雪里把旁的蒲公英 是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 不睡操场 穿来颤的声音 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 怎么忘记 这是飞机积极成型 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 认真偷决定命运的硬币 却不知道 却不知道 到底能去哪里 一起承担 一起承担的约定 一起承担的约定 那样清晰 那样清晰 打Google等我相信 说好要一起旅行 是你如今 唯一坚持的任性 在走廊想发展的手心 我们却处已出面 咱们却出一首脸的蜻蜓 我去到哪里 你都很静 我去到哪里 很多的梦 在等待这惊喜 截上大的 约定 那样清晰 打鼓勾的我小心 说好要一起旅行 是你如今 唯一坚持的热情 一起强大的约定 难养之心 与你那不完的曾经 我已经分不清 你是有情 还是错过的爱情 而我已经分不清 你是有情 你还是错过的爱情 谢谢 但是原则不是这个游戏的 比这个高一点点 高很多 谦虚一些 合适我们的就是最好 我们在直播间里破这嗓子卡 害怕对大人来说不是特别友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今天卖奶呢 好是卖 卖奶 我这奶昔也是 刚刚好啊 合适合适 对 天呐 这首歌真的还是我觉得是一个青春的回忆吧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那你还有准备其他的吗 你要准备其他的你还可以再唱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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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到最后的时候 再给大家去唱歌 先给大家去讲 那有点问题 其实不是 就是在现场麦 不管你用多好的麦 现场麦收出去的声音跟你在 就是用麦传过去的声音 跟你在实际线上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其实可能已经发现多次了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画在手机前面听啊 你发现都会唱简直是遮过现场 为什么还舔着脸一直在唱 但其实在现场作为我自己 哎呦我唱这么好 哎你看 你看你这就是现场的意外 麦的关了还说了这么久啊 充满意外 对我刚刚表达就是通过麦传过去 不管多贵的麦 听着都没有那么好听 嗯 怪怪的 所以大家听着说都唱成这样子了 都稀碎成这样子了 东律徽是为什么这么自信的 因为我听到是现场的感觉 现场的感觉往往更好听一些 没错 所以就是现场的假象 给我持续的营造了信心 然后通过麦 我就持续的折磨了各位 所以说下次大家也想听你的现场 哎呀你放过大家吧 大家现场一听说 现场也不好听啊 我连最后的退路都没了 那不会那不会 出来混讲就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嗯 有我们在嘛 不会这难听的 哈哈哈 还有汉森的 哈哈哈 还有我呢 对我明天休息的是吧 是的 明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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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九号 我想想吧 九号不 那九号完了是直接去哪儿 山西了是吧 嗯 对 基本是这个行程 原本定的是你可以先 过端午休息 然后后面我们就直接赶迫到山西了 要是九号还在北京的话 我想一想那我去山西 我们在我在计划计划好吧 对啊 呃 研制酸奶 就是我直接说这个就行 对吧 你对应谈链接啊 好 就去谈链接不是让大家买 谈链接是让大家知道对应说的是哪个 你谈一下第一个光明 研减酸奶 它有16盒 两提 那就是32盒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是5月 很近的啊 保质期是6个月 你不用担心 你肯定喝完了 然后第二个风行牛奶 这个是广州当地的一个品牌 大家熟悉 纯牛奶 超高温灭菌奶 然后它是在5月生产的 保质期是7个月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它零期不会的 它7个月的保质期呢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 A2Beta烙蛋白的儿童纯牛奶 纽诗兰的哪个 纽诗兰的那个 A2Beta 你把样品叫吗 4.4那个 对对就是这个 单价4.04的 这个 这个生产日期是今年4月 保质期12个月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过去 通通明年4月才过去 你还是肯定喝完了 哪怕偶尔喝你都喝完了 然后第四个是 任养一头牛的全脂纯牛奶 牛奶 任养一头牛的牛奶 这么这么 对 这个的生产日期是今年4月的 保质期是6个月 在10月份之前 只要喝完就行 OK 然后任养一头牛的酸奶 它的保质期 它的生产日期也是今年4月 然后保质期也是6个月 因为这个是灭活的 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 然后再下来 那个一心木 鹤牛奶 鹤牛纯牛奶 它的生产日期是5月的 然后保质期是6个月 鹤牛奶 你也不用担心 鹤牛奶在这 对 这个我刚拆了 它5月生产的 保质期6个月 11月之前喝完就行 所以你不用担心 然后德亚的脱脂 对 他们说问生产日期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给大家集中说一下 对 德亚的这个脱脂 纯牛奶 这个是1月6号生产的 保质期是1年 所以你在明年1月6号之前 喝完就行 嗯 这种奶其实半年和一 半年和一年 基本上 好多都是啊 然后再下一个是君乐宝的 那个减醇筒 君乐宝的减醇筒 这个 这是21天 OK 21天 然后你收到的基本就是它生产出来就卖了 生产日就卖了 所以它是滚动生产 嗯 没有一个标准的日期给你 所以但是你收到基本上 举个例子 路上三天 它比如再生产出来一两天 可能你到时候就已经有四五天的时间了 21天 你剩下喝你肯定也喝完 两三天就喝完了 然后剩下还有这个夏季的甜牛奶 没拿来是吧样品 那个有6个月的保质期 再下一个是蒙牛纯蒸原味酸奶 没有 特伦酸 特伦酸的生产日期是四月的 然后它保质期是六月 在十月份之前喝完就行 然后蒙牛三只小牛纯牛奶 它是四月生产的 保质期六个月 十月份之前喝完就行 所以基本大部分都是四月的牛奶 然后十月份之前喝完 足足足够了 足够了 时间足够了 然后接下来特伦酸 刚说过是吧 特伦酸说过了 特伦酸说过了 然后是贝因美 对这个是24年三月 保质期两年 这个不用等钱 两年啊 它是今年三月到后年的三月才会过期 然后蒙牛灌一乳黄桃酸奶 这个拿了吗 没有哈 蒙牛那个是灌一乳 那个是28天 德育奶粉 是今年一月到三月生产 保质期是十五个月 足够了一年多的保质期呢 一月直到明年的六月才过期 然后简安这个是21天啊 也是生产日期是发货前三天 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 21天你早就喝完了 小犀牛 青海 老桶酸奶 那个好像没有哈 小犀牛老桶酸奶 OK这个 这个也是好多人表达 很好喝 而且是在后台明确的提出了 说要这个 它是保质期十五天 OK保质期十五天 生产日期是5月29号 那日期很近了 近是吧 对 不是 今天就六月几号了 二号 二号那还行 十五天 那你肯定吃完了 两三天三四天就吃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卡式的这个 25天保质期 它是5月28到6月2日之间生产的 具体是28还是6月2 看发货的情况哈 但是这个也算很新的 你不用担心灵器的问题 然后雪兰这个云南的卷王牛奶啊 这个5月份生产的保质期半年 11月之前吃完就行 兰哥哥这个是21天 它基本就是发货前三天到五天生产的 然后呢 保质期是 哎我刚发了 发错了 兰哥哥 是是是是是 是28天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然后这个保质期很短 这个就19天 它生产日期是1号到4号 就是6月1号到4号时间的 那就是有的可能还没生产的 它先卖预售的都有可能 然后飞鹤这个保质期两年不用担心 老北京的酸奶这个是21天保质期 发货前三天生产 所以也不用担心 足够你喝完了 接下来是西域春 这个保质期是21天 5月31号生产的 注意这些都需要冷藏 酸奶里头除了 酸奶里头除了这一款 除了这一个是常温的 剩下所有的酸奶都需要冰箱冷藏 就上面不是冷冻 冷藏上面那个冷藏 然后三元旗制奶 这个是4月15号之后的日期 6个月的保质期 10月中旬之前喝完就行 然后接下来这个15天保质期 生产日期就是6月以后的 就这一两天的15天保质期 然后加来这个奶粉 梅可酌2年保质期 这个你不用担心 圣木有鸡奶 这个保质期是6个月 是4月28就是4月底的 就可能是5月的生产日期 6个月的保质期 11月之前喝完就行 然后接下来欧德宝 欧德宝的保质期是6个月 4月的生产日期6个月 就10月份之前喝完就行 所以也不用担心 然后科迪那个只有36天 但这个你很快就完了 它的生产日期是20号到30号 5月20号到30号 你有时间能喝完 因为按16包的话 你一天一包在保质期过之前 其实动的好吧 其实现在食品的保质期 不是保质期 现在食品保质期 基本上都叫最佳赏位期 赏位期 你们知道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羊奶粉 对 保质期是18个月 一年半的 不用担心 今年3月份 但一年半的 然后安家的全脂 安家的全脂 保质10个月 超高温灭菌乳 就是耐放 而且样品 没了 这 不是 安家的 一共30款 就是这个 对 热量一头 你又是下面 来 10个月的保质期 这个 3到4月生产的 10个月的保质期 今年10月之前 只要喝完就行 谢谢哥 你可以 让你去给大家过了一遍 好 30款奶啊 朋友们 对 但我接 没事我在看 我不想把他们接北京来也行 我们再调整 看一看 调整调整哈 就是看其他主播的日程定了没 那我就可以下播的是吧 是的 可以了 辛苦了 好 厉害 下班 下班 对 行 你快回去喝点水哥 我就是看不下去 不就哭了哭啥 好的朋友们 大家 太了 你走了 走